好的,我已经重新开启咱们的直播了 同学们现在能清晰地听到我的声音 以及看清国化学院这四个大字的同学 来敲一个数字一好不好 我们先来确保一下咱们的设备 就开始咱们今天的课程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好的,我已经看到同学们的回复了 那证明咱们的设备是没有问题的 那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大鹏教育国化学院 进入到我们的三学专项提高课程的一个学习 那我是这一期课程的主将老师博云 那首先祝贺大家 顺利地从咱们的基础课和花鸟课的一个学习的毕业 进入到我们三学专项课 那本节课开始的三十节 将由我来陪伴大家一起来学习 希望我们的同学都能保持好咱们的对性 拿好自己的画笔 我们一起来乘回位向 然后笑意上海 不管之前咱们的基础如何 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 我们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对不对 那最后呢 就期待我们的同学 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啊 画出自己最为满意的作品 然后畅想咱们绘画的过程的一个愉悦 好不好 那可能一个个别同学呢 和老师呢 在试学课上已经认识了 然后也有部分同学 可能是第一次和老师见面 对吧 那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课程之前呢 先对我自己 以及咱们这期课程呢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既然咱们是来画画的对吧 那我就简单的放了几张 老师呢在学习传统山水画的时候的 画的几张作品 稍等一下哈 好 这才是正常的 那这是我在学习传统的时候呢 画的几张作品 今天呢 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左边这两 左边这两张啊 是纯水墨的一个表现 尤其是最左侧我先给大家介绍起 这 这是我表 哎呦我的天 今天有点失误啊 不好意思 左侧这一张是 我领袭的是五代时期 匡庐 五代时期经号的 它的一个匡庐图啊 那这张作品呢 它原作是以 纯水墨的形式来表现的 现在收藏于中国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描绘的呢 就是崇山峻林 以及咱们说的 秦峰环抱的这么一个画面 大致的景象 同学们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对吧 它表现的是一种比较典型的 北方的山岁画 暗含的是一种高市隐居的一个主旨 其实像这样的主题呢 其实深受咱们传统的 这种辱世道思想的一个影响 那按照我们常说的一些 比如说文人画当中呢 它也是时常出现的 这是左边的一个 匡庐图的一个表现 那再一个呢 就是第二幅 第二幅呢 就是领袭的是在 这个这个这个 青四王之一的王元祺 他的作品 他的仿骨山水立轴 描绘的就是这个 元代时期啊 表现的是元代时期 这个梅花道人的 他的一幅山水画 其实他的一张 这张画呢 就是一张仿骨的 仿的是元朝人的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是注重对他的一个 笔墨技法的一个学习 整个画面的展现的是一种 比较我们说 比较显熟的笔墨技巧 以及咱们说 厚重着实的画面感觉 没有太多的一个意象 就是通过积攒的 这个积墨的表现 来一点点的 把这个山水的厚重感 表现出来的 这些呀 其实经过一个过程的 学习之后 同学们 你们也可以画出来的 那这个积墨法呢 我们也会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带大家呀 一一的来了解到 那其实像现在呢 老师带大家画的一些作品 包括在试学课 以及正式课当中 我们大部分接触的是 一种浅浆的形式 也就是在水墨的基础之上 简单的 着一点点颜色 让整个画面呢 看起来更加的统一和丰富 当然到最后呢 我们的这期课程之后的最后呢 我们也会带大家呀 来学习 就是了解到我们的这个 纯水墨的山水的一个表现 那这个就是在我们后期的了 现在不多说 不多做介绍 那右边的这两张呢 是带有颜色的 这两张呢 就是临席的是千里江山图 可能有同学都已经对他是比较了解 彩礼等等 所以这个画面用的这些都是宝石来表现的 我们说的青金石 孔雀石 以及我们说的绿松石啊等等 这个上面 所以说到了现在 过了就是上百年了 它的颜色还能不褪色 它象征的就是一种 我们说江山永固 永不褪色的一个画景 当然是截取的两个局部 到画面呢 也是我们这期课程的后面呢 也会带同学们来一一的感受一下咱们青绿山水的一个表现 当然我最近呢 也在临席几张比较大一点的这个画作 到后面呢 我完成了之后 我们展现出来给同学们看一看 好 这是对这个画呢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我们现在呢 再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期课程大纲的一个大体的一个了解 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呢 要包括了四大部分 首先是山水的基本村法 再一个呢 是山水点井的一个画法 第三部分呢 就是山水的临摹 第四部分呢 是简单的了解山水的一个创作 那首先呢 山水的基本村法呢 包括了哪些啊 有披麻 荷叶折代 以及抚披等等 可能这个村法 很多同学不大理解 其实我们画山水画呢 都需要去了解这些基本的村法的 村法呢 它是一种用来表现 山石的 它的一个阴阳伤背 凹凸起伏 以及我们说石头的这种纹理啊 质感啊等等 那比如今天本节课 我们会带大家学到的 就是这个披麻村 我们通过计法的 一个简单的计法的切入呢 再来完成一幅完整的山水画作品 好不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最基础 开始要学的 再然后呢 第二点我们就要学的是 山水的一些竖法 和一些点井的表现 我们一张山水画里边 除了石头以外 那肯定还有一些 其他的物体的表现了啊 包括树木 以及亭台楼阁 人物啊 云泉啊 等等对吧 包括后面还有一些瀑布等等 我们都会接触到 学完了之后 你们呢 再去了解 我们到了 再到第三部分呢 去完整的作品的呈现一些 古代山水的一个林魔 其实林魔这个阶段呢 是我们学习啊 他经历的时间最长的 不管是我们学习哪一种话呀 基本上都是从林魔入手的 对吧 那林魔呢 能使我们呢 更为直观的 切实的感受到 或者说体会到 名家经典的 他们作品的卓越之处 使我们能够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前行 对吧 然后呢 呃 再来丰富 或者说提高我们自己 包括对象呢 包括了是我们的 两宋元明清 他们的名家作品的一个了解 然后在一个最后 就是我们山水的一个 简单的形式的一个了解了 我们说的清绿山水水墨 浅降的形式 都会带大家来了解 我们对这里 在这里呢 老师对这个山水画呀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介绍 我们山水画呢 其实是从这个水 水汤一来呀 他开始独立成科的 在以前呢 他主要是作为 人物化的一个背景呈现 那他主要是描写 山川自然景色 他发展的非常好 到后来呢 我们可以说是南北金辉 宋元时期啊 达到了一个高峰 至此呢 是卫为大宗 形成了咱们的清绿山水 水墨山水 以及浅降山水的 主要的这三种形式 我们的创作就包括了 这三种好吧 那这就是我们对 课程体系的一个 简单的介绍 第一节课呢 老师稍微会 搬搬搁大家点时间哈 然后再来看一下 咱们本节课的一个 课程导学 本节课带大家学习的 学习目标啊 掌握的就是这个 拼马村的一个表现啊 然后通过技法的掌握啊 我们再来切实的表现一幅 完整的山水花作品 也就是对技法的一个 实际的一个应用 对吧 然后我们的学习方式呢 包括了哪些 同学们应该都是了解的哈 不管是从基础课 还是花鸟课过来的同学 应该都明白 是直播加直播回放 声音有点小的话 你可以把自己的音量 提高一点好不好 老师这的卖屏显示 已经是最大量了啊 已经是最大量了 五年级 不影响的哈 直播加直播回放 那在这里 老师呢要强调一下 希望我们的同学呀 要尽可能的 呃 跟上咱们的一个直播课 因为这样呢 既是咱们学习节奏的 一个把握 对吧 同时呢也是老师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 一个陪伴下呢 能够更好的 促进大家的一个进步 也能方便 及时的为大家 答疑解惑 最后 希望我们的同学 在课前领取好素材 刚刚已经说到了 课前领取好素材 课后呢 一如既往的 提交你们的作业哈 咱们现在不正在举行 这个积分活动 对吧 哦 时间快到末尾了 希望同学们 今天晚上 你们上完课之后呢 就把自己作业提上去 同时老师呢 也要了解到 同学们的一个 学习的情况 对吧 我到后面呢 也会去给大家 点评作业的 好不好 那这就是我们对 课程导学的 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现在我们再一起 来过一下 我们的这个课程的 一个流程 课程流程呢 主要包括了 这四部分 其实同学们 应该是都是 非常熟悉的 第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 实物观察 了解一下 我们所要表达的物体 它的一个对象 到底长什么样子 对吧 动手之前呢 我们要增添一个 基本的一个印象 好 这是第一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对山水的欣赏 我们要去欣赏 或者说观察一下 名家作品 他们的一个经典之处 了解我们所学习 技法的它的一个出处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要案例分析 对吧 我们美杰克不是有一个案例吗 这个案例就是 我们来练习 我们的一些小的一些技法 我们美杰克的一些课程内容的 对吧 通过名家作品呢 咱们删凡就解 强调技法的一个表达 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 实操一的一个练习 实打实的我们呢 来动手啊 来画一画 把我们所学的内容呢 呈现到画面当中去 好吧 这就是咱们的课程的一个 一个一个流程 现在能够跟上 现在 现在同学 新来的同学 听到老师说话的同学 来敲一个数字一好不好 看到没人说话了 卡住了吗 好的 好的 没人说话 我以为咱们不在一个世界呢 没问题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 本节课要带大家 看的这个实物图 好的 好的 谢谢同学们的配合 我们今天要观察的对象呢 就是浙江 然后铜炉的富春山 这个图呢 我给的是一个海拔的一个地形图 大致的一个景象 你们可以看一下 整个山市 你们大概能看到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山市啊 比较低环 然后呢 整体的形态 是吧 整体的形态啊 它比较偏圆环 没有特别明显的一种棱角 对不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植被的覆盖率 非常的高 你看 这个山呢 都是绿油油的 所以呢 它是一种典型的南方景致 也就我们今天来听到的同学 有这个地方的吗 有这个地方的同学呢 你可以和大家分析 分享一些图片 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尝试的画一画 在咱们的班级群里面 虽然我们还没有进入到 这个写生的一个课程的学习 可以简单的尝试尝试 那我们对实物的一个 大致的一个了解之后啊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明家笔下 对这个山学的 这个就是富春山 它的一个表达 对吧 袁四家之手 黄公旺 他画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富春山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 他画的这个作品 这就是元朝时期 我们说的袁四家之手的 黄公啊 他表现的富春山剧图 其实这是一幅长卷的作品哈 那老师呢 截取的几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局部 给大家看一看 因为太小的话 可能同学们看不清楚 整体的画面 它其实是作者描绘的呢 就是我们说富春山呢 它初秋的两岸一个景色 耗时了整整四年 才得以完成啊 可以 我们可以说是 它是一间矿石制作了 同样也被称为 中国的十大名画之一 它整个画面呢 是我们说笔墨苍茧清润 体现作者的 它的一种 如何纯青的一种艺术境界 可能很多 很多东西呢 老师在说的时候 同学们可能 现在还不能完全的理解 或者体会的到 但是呢 必要的了解 同学们还是要 需要去接触的 我们说完之后啊 后面你们在伴随着学习 以及我们平常的一个 眼界的提高 你们会慢慢的体会到 老师说的一些知识点的话 好 那整个画面呢 我们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整个画面 它描绘的就是 彼岸山水啊 以及彼岸的这种水色 远山呢 它隐约的这种 我们说的 这种层暖起伏嘛 那山间呢 茂密丛林 还有点缀了一些 小的房屋在里面 那我们截取的这部分呢 它的小房屋 一些点景的小房屋 它看的不是特别的明显哈 其实你看完整的画的话 你们会看的特别的清晰 那这张画 它整个画面 我们说 山河水的布置呢 非常的 我们说 苏密非常的得当 而且呢 层次非常的分明 大面积的留白 你们可以看到 而且包括下面部分 你可以看到的哈 这种大面积的留白呢 构成了我们 长眷画的一种艺术特色 线条的这种 枯湿浑尘感呢 你们可以看看 它的这种线条感 我们看后边这张吧 这个局部的一个小图 这张图 就是它的一个局部的小图哈 这种枯湿浑尘的线条 你们可以看的特别的清晰 对不对 它整体 我们说具有一种 潇洒 一种洒脱嘛 一种灵气感 这种画多了之后 你们也可以兼具这种 尽可能同学们在画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练一练书法哈 练一练书法呢 对我们的线条的表达呀 或者笔墨的表达呢 会更加的这个 得心应手一点哈 好 这个画面 我们说它笔墨呀 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点点 就说完了哈 笔墨上呢 它是显然是曲发了 我们在五代时期 刚刚提到过的一个 金豪 金豪对吧 和他同名的 还有几个人 叫董元和巨然 他们都是南方的 比较代表性的画家 整个画面呢 他显得更为简约和率真了 是我们山水画当中的 不朽的一个典范 你们可以在课下去 多多的欣赏一下哈 那这个画面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到这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 这个课程的这个 给大家欣赏的这个茅草屋 我们之所以啊 把它叫为这个 披麻村对吧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出处的哈 披麻呢 它是一种古代的一种麻啊 这种麻呢 他们是用来做茅草屋的哈 做茅草屋 古时候的人呢 以及现在有些许的地方 我们可能都能看到 这个茅草屋的一个屋顶 就是用这个做的 这种技法 就是和这个植被的大体特征呢 非常的像 这种线条的这种叠加和遮挡 形成的这种 像我们说的这种 土制山脉的这种 整体的一个特征对吧 所以呢我们把它 象形的概括成 我们说的这种披麻村 其实这古人在画的时候呢 他没有这个说法 就是后人的一种概括哈 那其实这一点呢 也体现出了我们说 古人呢 他圆取诸物 近取诸生 在展现的一种 艺术创作的一种经验性 对不对 好 那这点我们给大家说清楚了之后 现在呢 我还得带大家看一看 我们的这个 呃 我们的原作哈 今天之所以带大家欣赏 这幅作品呢 就是因为 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技法的出处啊 就是来源于这幅作品 其实披麻村的一个代表性作啊 代表性的一个呃 代表性的一幅作品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富串山居图 那这个这个技法的代表性作品 我们就来说一下 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富串麻村呢 我们就说 在这个汤购 它的这个 呃 画论里边写到 我们说 其状如麻批散 而错落交搭 那分为了 我们把它按照线条的长短 以及使用的不同呢 分为了长批麻 对不对 还有我们说的短批麻 长批麻主要表现远山的山峰啊 来塑造岩石的这种 沉乱的这种感觉 然后再一个呢 短批麻主要表现近处的这种 山乱的一种比较低矮的形态吧 基本的形态 看你们可以大致的了解到啊 如果你不能理解是什么 什么是批麻的话 你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为 长长短短的线条 来塑造咱们的 沿石的质感 或者厚重感 当然这些线条呢 它会有其内在的秩序 或者说法度啊 大家越往后面画 你会感受就会越多的啊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 批麻村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现在你只要知道 它大概长什么样子就好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本杰克咱们要画的这个案例图 同学们应该都是 已经拿到手上了 对吧 都已经看到了对吧 右边呢是咱们的工具提示 左侧这个画呢 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张画呢 就是一幅 我们说一幅扇形的这个画面 以浅将的形式来表达的 也就是就在墨色画完之后 简单的上了一点颜色 可能有同学还没有上过 有同学可能一节视觉课 都没上过对吧 那画面呢 它显得更加的轻旷和淡雅 通过批麻来塑造 我们眼睛的虚实的这种山川 还有两棵大树 以及点缀的房屋 和远景的树木对不对 可能看起来比较多 但是呢画起来并不会太难 我们现在呢 就要带大家一起来表现一下了 你们呢就不要走开了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 进行咱们今天的课程了 好同学们 现在能清晰的看到我手的同学 来敲一个数字一好不好 今天我们画的时间比较长前面 一会儿会把这个 我们画的时间也是相对的挪一挪 第一节课我们相对要说的细致一点 好的同学们 那这个纸张呢 我给大家 有同学一直在问这个尺寸的问题 如果说你没有准备这个扇形的这个尺寸呢 你就用这个我们外面的这个方形的 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纸张就可以了 现在呢 我对这个 对咱们的这个工具呢 就是肩和毛笔 大中小号各一支 对吧 小号一会儿主要是用来画咱们的墨里的 另外两支呢 主要是用来上颜色的 今天咱们用的颜色呢 非常的简单 也就是褶石和花青色 一会儿用到的时候呢 再给大家看 我先把它放到一边 现在呢 我要对咱们的技法呢 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 首先我们说了一个提案转折 我们同学们都应该是上过这个基础课的 对吧 上过基础课的同学 应该都比较了解 咱们学过一些基本的这个笔墨的一个技法 我先把墨汁给倒上哈 好 这个基本的这个用笔啊 也就是我们说一个提案转折 你们可能已经给大家说过中锋 测锋啊 以及逆锋等等 这些用笔的一些基本的转换 现在我们就对这个提案转折呢 大致的介绍一下 这个其实同学们很好理解 你们在之前是不是画过这个咱们的这个蓝草 对吧 蓝草这个叶子 那都是通过线条的这种我们说的一个粗细 对吧 线条一个粗细 粗细的表现 是不是就是通过我们用笔的一个提案转折来表现的 对吧 好 是不是就大概这样去表现的 那我们在画山水画的一些轮廓线条啊 以及我们在春叉的时候画的一个笔触呢 都是要体会到 都要用到这些基本的点的 那我们在画之前 还是要准备一张试笔的纸 这个试笔纸呢 是用了吸毛笔的笔度的哈 毛笔呢 分笔尖笔度笔根 我们吸毛笔笔度蓄水量最多的地方 控制好笔力的一个水分 下面当然是可以的 毛边纸的上面是可以的 好 那现在你就跟着老师呢 一起简单的来感受感受 可能之前你是肯定是学过 但是呢 在开课之前 老师呢 还是要给大家一起来画一画哈 把笔呢 就是我们拿笔的时候 指毛笔的笔偏底部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把笔稍微这样去按下去 好 慢慢的走 行笔 然后呢 慢慢的提 好 线条是不是细了 然后再往下按 是不是就错了 对吧 这就是这么一个提按转折的一个过程 我们说顿挫呢 也就是这两个意思 提按 它就是表现线条的一个粗细 啊 很好理解的 现在同学们可以拿着笔啊 跟着老师一起来画一画哈 来感受一下毛笔的笔尖 在纸上划过 我们说如锥划纱 你毛 用你的这个手指头去划这种纱的这种感觉哈 它的一种阅读感 没人心 听不到老师讲 是吗 你听不到 听不到你怎么会再发弹幕呢 用小号的煎号毛笔啊 好 先把笔呢 慢慢的这样去按下去 行笔啊 往下 往上抬 然后呢 再往下按 就是一个出息的变化嘛 很容易理解 对不对啊 这一点我们说清楚了之后 我们现在再来说 它的一个转折啊 提案转折 当然那个变化可以更丰富一点 你可以画的更多 这声音不好好好学 哎呀 好 现在再来说这个转折了 提案转折嘛 提案说出来了 就是线条 它的一种粗细 那转折呢 它表现的就是线条的一个 我们画的这些线条啊 它到底是要转的方啊 还是转的比较圆 现在我们中锋用笔 也就是毛笔的笔尖呢 在整个线条的中心线上啊 这样去行笔 好 画了一点程度之后呢 我们要转笔 转折 这个转折怎么转呢 转的时候呢 我们稍微碾动一下笔管 就是转动一下咱们的这个毛笔啊 转动一下毛笔 你可以把笔这样去转动一下 然后啊 再来行 画一条线条 好吧 那这条线画出来之后 然后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往往不一定说是必须得断开 我们呢是给它直接是接上的哈 你看这样去接上 然后去转啊 转动这个笔 在画的时候呢 通过这种转 你要转的比较方啊 你你画的时候呢 你如果这种转笔的时候啊 你转的比较方的话 这种延时呢 它就显得比较比较硬 那你转的时候呢 你比如说这种角度 它比较圆魂的话 这种石头呢 它就偏软 对不对 我们在画的时候 今天画的这种延时呢 它就会偏软一些 这种角度不会太大啊 它传达到一种意象啊 通过我们的这笔墨的一种形式感嘛 来传达 好 这个题案说清楚了 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 十分三面啊 十分三面 用生轩拌成熟都可以 我用的是生轩纸啊 好 这是我们对线条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题案转折 那现在我们来说十分三面 十分三面怎么去理解它 我们用中国话来讲呢 它分阴阳 阴面呢 也就是说石头偏暗的地方 墨色的偏重 阳呢 也就是说收光啊 比较亮的地方 我们称为阳啊 两阴一阳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十分三面了 和有的同学可能是学过咱们的什么美术啊 比如说我们说三大面五大调 对不对 这基本的一个 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追求的这个体积感呢 不会特别的明显 我大概给大家画一个立方题 画一个画一个面 然后下面这个线条垂直于咱们的画面 要画这些小房屋的时候 你们也是这样去画 大概画了一个 画了一个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左边 这边左边这个面是不是 我们让它墨色重一点点 右边这个面呢 也可以重一些 但是呢 可以稍微跟他们做一定的墨色的一个区分 对不对 左侧呢更重 右侧呢相对的淡一点 但是两个还是为阴 一个为阳 这样去理解我们的一个石头 你看我们这块石头 其实在画的时候顶部你看 一块石头 很多同学可能还是画完之后 一会还会问我 这块石头怎么去分阴阳呢 一块石头往往来讲 它顶部为阳 底部为阴 那左右两边来看它的画 也是中间为阳 两边为阴 但是在画的时候呢 底部我们多少都会跟它加一些这个笔触感 来表现我们的这个岩石 那大概呢 我们对这个石头有一个了解之后呢 老师呢就带大家来表现一下 我们到底一个岩石是怎么来表现出来的 它是我们呢 给它量化成了五大步骤 沟村擦点染 对不对 之前 那到现在 一节试学课 山水的试学课都没有听过的同学 可以来敲一个数字一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一个 对于我们课程的一个熟悉的程度 好 这个石分三面我先放到旁边 然后我们对这个第一步 我们说量化成量化成了五步 对吧 第一步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勾 勾勒颜色的轮廓 不少呢 这么多一节试学课都没听过 行行行行 好 没关系啊 今天老师呢就给大家讲 刚刚我想跟大家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然后 这是石头塑造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区分的三个面 然后刚刚对轮廓的勾勒的时候 我们已经给大家说到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给大家说 这个是怎么勾勒这个颜色的一个轮廓的 在勾勒这个轮廓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个体验转折 刚刚已经说到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说 勾勒一块岩石的时候 首先注意它整体的一个特点 我们说偏荒 偏圆呢 还是偏方一点点这个转折啊 中锋行笔来勾勒这个轮廓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中锋的行笔 再转折它是有长有短 这个呢 你可能有一定的经验性的去把握呢 它可能会更好 好不好 那这是我们画的第一笔啊 然后再来转 好 第二笔 在画的时候呢 刚开始你看油浓画到淡 然后呢 油湿画的干啊 线条不要来回的去沾墨 这样的话 它会画出一些墨色的这个层次感来的啊 好 我们先简单的勾勒一个岩石的一个轮廓 勾勒一个轮廓之后 你看勾完轮廓之后 你看整体它是不是有一个墨色的干湿浓淡的一个变化 那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错了的一个交叠 这个地方就区分出了一个什么 它区分出了一个左右 它有一个遮挡 表现出了一定的空间 这个应该我们在视学课的时候已经说到了 它有个遮挡 有一个前后关系 而且也有个左右的一个关系 表现出了它不是一块平的 它是有空间的 通过线条 这个暗示出了空间之后 我们再来塑造的时候呢 就要根据它的这个结构线来表达了 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 你看画了这么多 它通过这个结构线呢 可以让这个岩石看起来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丰富 要结构细 这个什么细节更多一点点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简单的表达 好 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勾勒岩石的轮廓的地方 我们先说到这儿 一会儿再画的时候还会给大家讲到 然后再来村叉 像我们今天画的这种岩石 它的这个造型是有自己的特点 偏圆魂 那比如说我们画腐皮村的时候呢 它就会偏方一点点 方一点呢 我们转折的时候就要更方了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说这个 根据它这种岩石的造型呢 我们再来说它的一个村法 它的村法呢 就是一种线条来塑造的 其实我们在四学科当中反复的 就去教大家画这个匹马村对不对 因为匹马村比较简单 上手呢也比较快 上手也比较容易 蓝玉怎么进来了 这是怎么进来的 好 我们一起来画一画 我先对这个村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其实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了 分为长匹马和短匹马 长匹马村呢 其实就是塑造远山的山峰的 它其实由上来塑造 我大概的画一个远山的 一个山峰的一个形态 对不对 也是有个左右的一个遮挡关系 大概的一个山峰的一个造型嘛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它是实入虚出 什么是实呢 也就是入笔的地方要浓重一点点 线条是比较粗一点点 它和纸张形成的对比啊 就比较强 我们称为实 那底部呢 它就慢慢的把笔提起来 就为虚 你看我们在画这个远山的山头的时候 整体也是这样 山头啊 它默色要实一些 那底部呢 就要偏虚一些 所以说我们在村叉的时候 用的这个笔触呢 村叉用的这个笔触呢 它就是一种实入虚出的一个线条 那我在这里呢 再给大家画一下 好好听课 好好听课啊 我们班呢 有一个同学好像 有一个跟我名字比较接近的是吧 也叫博云的啊 好 实入虚出 也就是用笔的时候 你看啊 是不是啊 它要行笔的时候呢 它要浓重一点点 好 这就是咱们说的长匹嘛 它主要是要塑造远山 而且呢 线条相对讲比较长 然后在组织它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哪些呢 它要注意错落交叠啊 你看 它们是相互有点的交叠的 我们在塑造一个岩石的时候 它线条肯定不可能只有一两根 对不对 很多的 那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就要注意它们的组织的一个 内在的秩序感 秩序感就是我们说的一些法度 有同学可能给我看过它的一些作品 其实里边呢 我们缺少了一些 我们需要练续去注意的一个 我们从初学到后来 我们自己独立创作的时候 都要掌握的一些内在的秩序感 现在就给大家讲一讲 它有些交叠 再一个呢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线条的旁边呢 我们再来 再来一个什么呀 遮挡的一个关系 遮挡的一个关系 一个错落的交叠 线条呢 不要看 让它看起来都是平行的 我们要有一些 我们说角度上的一些变化 如果感觉平行了 我们中间跟它加根线条 给它破一破 线条呢 它不是说完全直直的 它有一些波折 这样看起来会自然生动一些 形象一点点嘛 我们在春叉的时候 同学们要注意了 画的线条呢 它一般来讲 都要比咱们的这个轮廓线 要低 要淡一点点啊 这是我们说的远山的一个塑造 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短匹麻 短匹麻呢 它是塑造近景 你看主要是塑造 颜色的一个底部的地方 那在塑造的时候呢 你看那就是虚入实出 刚好和它相反 对不对 刚好和它相反 前面入笔的地方呢 偏虚 也就对比比较弱 那底部呢 它稍微偏实一点点啊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 往往是线条 它是长短结合啊 相对的一个长短的一个关系啊 包括咱们刚画的这个长匹麻 都是一样 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长短的一个关系 来塑造咱们的延时 入笔的地方 我们往往不会让它看起来齐平 要高低这种错落啊 好不好 那这个其实我们画起来呢 并不会特别的这个难的哈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给它简单的给大家说清楚了之后 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 它在怎么来塑造在延时上面的哈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在这个延时上给它画一画 根据延时的一个轮廓线 我们来行笔啊 根据它轮廓线的一个提示 我们来行笔 从上到下再入笔 那你也可以比如说从下往上来行笔也是可以的哈 那整体是上面偏虚 那就是下面偏实嘛 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下啊 再来错落焦点一下 来塑造 这些线条呢 我们之前勾勒的容阔线呢 它其实在区分一个前后 在区分前后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画得更什么呢 更浓重一点 让前后的这种空间关系更明确一些 好 再来 画的这些线条呢 不要那看起来特别的明显的一种平行线 如果明显了 你就稍微的跟它破一破就可以啊 中间的地方也是要跟它适当的加一些笔触的哈 相对来讲比较少一些 两边我们要跟它春擦的多一点点 春擦的时候啊 笔触啊 它整体要干枯一点点 这样的话 它才能带出延时比较粗糙的这种质感啊 可以有点的弯曲啊 因为我们说的这种屁嘛 这些线条呢 它是很灵活的啊 因为你们画的后面 画的越往后面画的时候 你会发现没有说 必须的要靠哪种春法来表现你的画面 尤其是到你们的创作的时候 因为现在我们是从传统着手 你要知道技法的一个 基本的一些表达的形式嘛 然后你才能进行自己的一些 比较主观灵活的一些表达 好 下面同样我们要给它加一些 比如说墨色的一些变化啊 我们不可能让它墨色都这么淡啊 我们要适当的跟它加一加 在春叉的时候呢 笔触不要让每一笔都黏糊到一块 笔一笔之间呢 它要比较明确啊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交叠的地方啊 那这个度呢 同学们需要去慢慢的去把握它 这就是春叉塑造的一个延时 大体给它塑造出来了 这就是长匹马短匹马 远景和近景的一个表达 好 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叉啊 第三步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叉法了哈 叉法的一个表达 曲线是这个解锁村 解锁村它是画的比较繁复啊 它主要是体现着一种意向啊 是比较繁复的一种表达 它线条呢画的比较弯曲 所以多了之后就会想到比较繁杂嘛 你现在跟着老师学这个匹马啊 那这些技法的出处呢 差别不会特别的大 调墨可以讲一下吧 一会画的时候再给大家讲好不好 画的时候再给大家讲 好 插法呢 其实就是咱们的干笔啊 用咱们的这个笔啊 画的就比较干了啊 再把水吸一吸 而且呢 墨色要很淡很淡 那淡的话就加水给它吸水 现在你可以比如说老师拿一个碟子出来 你看加水给它吸水了之后 吸水到很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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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觉得太淡你就加墨嘛 一点点去调和 你们在技术课老师是不是跟他们讲过 这个蛟龙种淡青 墨分无彩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比用比较淡的墨色啊 再来擦一擦 擦哪啊 主要是擦咱们的这个干笔侧风 对不对 擦咱们之前春擦过的这种地方 水分要控制好 要让这个笔墨 这个我们的这种墨色呢 它要看起来更加的厚重啊 而且呢 让我们之前勾勒的线条 看起来里边的这个小白点呢 不要特别的突出啊 让它稍微的融合一点点啊 这样的话也其实 其实呢也让我们的整个画面看起来更加的 仓魂厚重了 也是丰富笔墨的一个表现 这点其实很好理解的 亮部呢 稍微的带上一点点就可以啊 主要是春擦在暗部 这是我们对这个延时的一个 擦法的一个表现 行笔呢 肯定是跟着咱们结构线来行笔了 其实基本的行笔方法都是这样 好 这是擦法 然后我们呢 再来说它那个点 画完石头之后 你看很多时候老师呢都会在这个 呃 画上呢点很多点 对不对 那这个点呢可能很多同学觉得不大理解 到底老师是画的什么 点那个点是干嘛的 它点呢 其实它有一个是点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它自己内在的秩序感 我们刚说的 这个书密变化呀 以及浓丹的变化 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它主要点在哪 我们先在这个石头上给大家说一下 它点在延时结构转折 啊 延时结构 你看这些就是线条 它有点转折的地方啊 然后呢 再一个就比如说 有些结构线区分一个前后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跟它点啊 点呢 可以分为横点竖点 这种其实我们在画树叶的时候呢 它也往往存在这两种点的形式 那今天我们大概会接触到的点呢 就是戒子点啊 主要给大家讲戒子点 胡椒点呢 今天先不讲 因为今天我们不会 不会画到 第一节课我们想到就不说到那么多啊 现在延时结构的一个点的 这个结构的转折的地方 我们点上啊 而且呢 我们点的时候啊 它主要是在延时的偏顶部 我们要点的多一些哈 底部呢 我们不会怎么点啊 底部相对偏少 左右两边呢 我们都会给它啊 带上一点点 我们说有形成一定的呼应嘛 整体的画面 它有一定的这个疏密关系 上面多一点 下面少一点点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疏密 对不对 那有多有少啊 那就点在延时结构上面的哈 量部呢 适当的带上一点点 它其实表现的是延时结构上的一些杂草啊 以及植被啊等等啊 这些物体在上面 让整个画面呢 它看起来更加的丰富 同时也是丰富画面笔墨的一种形式 点线面构成咱们的画面对不对啊 刚刚用线条来塑造以及勾勒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点上一些点 来丰富它的一些呃 层次感呢 还同时呢 也是墨色的一种相互的一种对比 你看 点了它一点 整体墨色 它的比较浓重啊 它比较浓重 来衬托之前咱们塑造的这些墨色 是吧 其实我们后面呢 呃都会 每节课呢 其实画的单列 基本上都会涉及到这个点 这个点的方法呢 多少有一点点的区分 对不对啊 浓淡的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有浓点了 你不要来回来去沾末 你刚开始比较浓 那一直往后面点 它就越来越淡了 就越来越干 对不对啊 那这是在颜色上的一个点 那今天我们会给大家说一下 它在树上面 我们大概会涉及到的一些点的一个表现的方法 我们大概来给它画一画 它层组的一种表现吧 好 层组的一种表现的方法的时候 首先我们来说这个小的一个横点哈 横点的基本形态 你大概都能看得很清楚了 表现得很清楚了 就是它的形式就是横着的啊 毛越来越多 就干了嘛 可能比较干了 课堂笔记呢 老师应该是发给大家了 然后课度稿一会上完课呢 会发给大家啊 横着的笔触 然后去你看把笔啊点在直上之后 向右这样去一拖拉就出来了 这个点呢 你可以把它点的 比如说我们还在保 在这个什么扁平一点点 对不对 好 再跟它错了交叠的这样去点 在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稍微有一定的大小的一种区分 我把镜头稍微拉近一点点 这是一种小凯 你们可以在课下自己去练一练啊 好 然后你看错了交大的一种去点 点上 然后在点的时候呢 它也是要注意点的疏密的关系 你看边缘上呢 我们要稍微的错了交叠表现一点点 而且你看墨色层次它也要有变化 不要每一笔呢都叠在一块 它是笔触的 这个绒扩感呢 还是比较明确的啊 然后我们要有 这个是疏密的一个关系 它整体有个聚散了 对吧 那我们在里边呢 表现它的一种墨色的层次感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可以调和一个墨色相对比较淡的啊 跟它融在 融合在里边啊 融合在里边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疏密啊 以及浓荡的变化 这是最两种基本的变化 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掌握的哈 数字的点呢 基本的规律 那是一样的哈 那现在我就说 它一个数字的点 其实行笔就是 无非是这样数字来吗 比例的水分呢 稍微薄满一点 它这个笔触的形态啊 它就可以看得更加的饱满 水太大的话 这个形态就看起来 就太阴了 很多时候说你画面软呢 就是可能是因为 你的水分没有把握好 在一个行笔的速度呢 也比较质量 质量在上面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 在如果水比较大的话 行笔的速度 你就可以稍微的快快啊 点这个树叶的时候 我们会点这么多啊 好 错落交叠 这样去表现啊 很多同学一定要避免 这个问题 我们说的这种 比如说这样垂直的 这样去排一个 数六的这样下来 横着数六的这样去排啊 同学们要避免哈 包括上面 我们画的这些小的笔触 也是这样 你要避免掉 它往往是错落交叠 有的地方它会有一些叠加 有的地方呢 它会错落开一点点 点水分大还是干点 水分要饱满啊 不一定是要干 可以有一些比较干 也有比较湿润的啊 但是整体的度 你要拿捏好 好 这是横点和树点 我先说到这儿 其实介子点和个子点呢 一会儿画的树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细讲 好不好 那这是我们点的 一个表现方法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染的啊 染呢 其实我们大部分 是用颜色来染的 但是我们在染颜色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了 它也要有浓淡的一个变化 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也会用墨色去染 有我们说的一个浓啊 重啊 淡啊 青啊 这种形式去染的 它染也是染在哪儿 我们之前春叉过的地方 你看是不是这些地方 让整个墨色显得更加的融合 更加的统一 更加的红和厚重啊 后面我们给大家 带大家学的这个寂寞的时候呢 就要染的相对来 要多一点点啊 湿笔根据结构线啊 咱们去晕染就可以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一会儿我们染颜色的时候 这个其实跟叉呢 它两个的区别 无非就是水分的一个拿捏啊 其实主要是在这儿 其实像沟 像这个春叉啊 这两步呢 它其实分的没有特别的开 以后你们在画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了 老师之所以把它一步步的列出来呢 就希望通过这个步骤的一个量化呢 同学们在理解它的时候 画的时候呢 会更加的这个轻松 容易理解 好吧 那这是染 一会儿染的的时候 我们再跟它说 现在我们呢 就把这个组合简单的说一下 就要开始咱们今天的课程的一个案例的一个绘制了 基本上是中锋来表现的哈 中锋来表现 一般像点呢 像这个我们说勾勒线条啊 基本上是中锋啊 又往后面画呢 你们无非是灵活 中侧风兼用啊 甚至于中侧带着带着都来 组合呢 也就是我们岩石嘛 它往往不是一个单个物体的存在 对不对 它是通过有一点数量的这个表现的画面 那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同学们你们就要注意了 岩石呢 它要有大小高低左右的这种错落关系 对不对 不仅是同一个岩石上 我们要通过线条的相互的交叠了表现 它结构的一种丰富感 那在表现这种岩石这个组合的时候 在组合的时候 那我们也是要 也是要有一些左右的遮挡的 要有大小的这种区分的哈 同样聚散的关系也要有 你看 我们说近处的石头呢 它在整个纸张上啊 它就要偏低一点点 又要远处走呢 它就要偏高一点点 通过底下画的这些岩石的这个线条 你们都能看得到啊 近处呢 墨色的对比比比较大 对比就比较这个突出 也就是我们墨色的相对用的比较浓 所以就称为石 那远处呢 它就这个对比比较弱 对不对 那就是墨色用的比较淡嘛 它就为虚 所以说近石远虚 然后近处呢 往往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它要这个呃 岩石相对来讲 它还是要大一点点的哈 呃 画密码啊 好 我们这个组合呢 简单跟他说到这儿 一会儿我们再画到这个组合的时候啊 再会拿拿过来给大家再看一看 好不好 现在我要给大家画一下构图小稿了啊 画一下构图小稿 像这个地方啊 同学们在课后呢 你们要就比如说看回放的话 你就是要去来看这个地方的哈 因为后面只是带着大家画这个案例 同学们可能画起来呢 觉得啊比较喜欢 但是前面这个技法的解析啊 后面你们看回放的时候一定不要略过 因为之前我们很多同学就是啊 直接是拉到 拉快进拉到后面去了 好 整个画面我们大概的来画一个 比如说参考参考的一个点嘛 中心线 竖着的中心线和横着的中心线交叉的几根线条 我就不画线条了 就处一个点就行了 那我们是一个扇形的纸张对不对 我大概的画一个扇形的一个形态 我们先把构图小稿带大家来定一下物体的一个位置 我们首先在画的时候 同学们你们应该是大概能看到物体有画面有哪些物体是吧 基本的岩石和树木和一些点紧的小房屋 它们的大体的位置的分布在哪啊 也就位于整个画面的 你先进井 也就是我们分为由进几元来分为进中原三大部分 那进井呢 以及咱们的中间部分呢 就是在这一处啊 中心线左右附近啊 那位于横着的中心线以下 所以我们大体的一个位置呢 给它定出来 大体的横着的中心线给它定出来 定出来之后 在边缘这一侧呢 还有一处岩石的组合啊 高低大小的一种堆叠的一种关系啊 给它表现出来 边缘上要留出一定的见诀 我只是简单的勾勒一下 它们的一个位置的大小啊 好 这块勾勾勒出来了之后啊 咱们在左侧 左侧表现的时候呢 它也是通过岩石的 一层一层的这样去表现这个 它的一种远近山川也好啊 或者说它的一种厚重感呢 对吧 那在大概就位于这个纸张的一个边缘上啊 对吧 就是通过这样去 中间的间隔 还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要跟它表现出来 整个画面 其实左半部分呢 要偏多一点点 右侧呢 为了平衡画面 所以在这个角落这儿 这个扇形的一个角落这儿 我们画了两层岩石 对不对 这两层岩石在大体的一个和左侧呢 它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间距的哈 没有完全交叠上 然后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远山了哈 远山呢 就是为从上往下数来参考 它主要是三 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山峰 对吧 那山峰旁边呢 有些错落 交叠遮挡的一些 这个其他的一些山包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也是要注意 前后的一种莫色的一个变化 前面为时 后面为虚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 这个山峰啊 大体的一个位置 中心线偏左一点点 这个山峰 你边缘不用画的特别的齐 你可以稍微拨着一点点啊 有同学说 这样画的一个形态呢 有点犯忌讳 那你可以打个主观的一个取舍一下 把这个形态呢 有一些转换啊 这个都没有关系啊 对吧 好 这是大概的一个山峰的一个造型 中间的这个树木 位于左侧 这个第一处岩石的这个位置 对吧 两棵树的一个形态 我们大概他画出来 然后其他是房屋了啊 细节的老师就不画 你看基本的一个构图 我们在着手的时候呢 是由近几远去表现 由主到次的一个 绘画的一个步骤的方法 好吧 同学们 你们这点应该是都理解了 对吧 好 那现在我们要开始来表现 今天咱们的这节课的一个案例了啊 好 纸张呢 我已经拿出来了 准备好的同学 来敲一个数字簿 我们就要开始 今天的这个课程 开始今天咱们的案例的一个绘制了 好的好的 我已经看到大家的回复了 我们呢 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 我现在把镜头稍微退远一点点 退远一点点 首先咱们在这个纸张上面啊 整个纸张上 我们呢 在整个横着和竖着的中心线上呢 你处一个点 这个点呢 不用特别的明显 我们只是为了参考物体的一个位置大小啊 参考线 它是用来就是参考的啊 然后 现在我们再开始来画啊 竖着的中心线下来 我们呢 开始先定位置啊 由近几远的来画 我们从中心的中间的这个山包的一个位置来开始 竖着的中心线下来 咱们偏左啊 偏左边大约三个手指 三个手指大概多少呢 四厘米左右 好 就在这儿 那水分控制好 我们由近几远来画的时候 同学们 你们要注意这个水分呢 要这个墨色呢 整体要浓重一点点啊 我们画第一块岩石 画第一块岩石呢 它是大概是多少呢 定的定的这个点的左边啊 再来一指啊 它是不会到这个边缘上的啊 这边缘靠左 还有一指 我再推进一点点啊 用尖好的小号 左下右上 中锋形笔 大约画两指这么高 一块岩石的一个形态 我们大概给它画出来了 在画的时候呢 你看中间它有一点的波折啊 有一点的波折 在转接的地方呢 往往我们会让它相对的重一点点啊 相对的重一点点 我们是不是大概就把这个岩石的一个轮廓 造型呢 给它画出来了 然后边缘上呢 我们再跟它跟着结构线 跟着它这个轮廓线嘛 再画一条结构啊 画一个结构 底下这条线呢 我们不用画的特别的明显啊 大概得跟它勾勒一下啊 就可以 这是我们画第一块岩石 它确定出来好了之后 其他物体呢 就以它为参考 啊 快了是吗 慢点 慢点啊 慢点啊 我错了 我回过啊 慢点 一定慢点 好 第一块岩石 是不是大概给它画出来了 画出来之后 从它的大概的一个中心线 或者偏右一点点的位置嘛 我们再来画第二块啊 对 煎好小号毛笔 左下 右上啊 线条呢 不用特别的粗 也不要特别细啊 大概入纸3到5毫 之前给它说的 对吧 然后呢 再来跟它稍微错了交叠的遮挡一下 大概呢 宽度呢 左右两边的一个间隔呢 是两只左右啊 对吧 由从前往后 你看它墨色是不是油浓到淡的一个变化的 油浓到淡的一个过程 你不要来回的去沾墨 它自然而然可以画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墨有多重 你不你只要不画的是浇墨啊 只要不画的不是浇墨都可以哈 用比较一个比较中等的墨色 这个墨色呢 其实我即便跟你说 浇浓重淡青啊 你用一个重墨啊 用一个重墨 就是说墨分无彩嘛 那用中间的那个层次就行了 这两块原始应该是勾勒出来了 对吧 那我们再来画第三块 第三块呢 就是旁边啊 它左侧 左侧这一块的时候 在画的时候呢 它就是在整个延时的左侧那偏 两指左右 两指左右 它整体是偏扁平的啊 低一点点 底下这条线呢 可以断断续续一点点啊 断断续一点 你看在错落焦点的这个延时遮挡的时候呢 表现它们最底下这条线呢 它有一个 有一个高低的一个区分 近处的延时呢 它偏低一点远处偏 它就会偏高一点点 通过底下这条线可以看得到对吧 三块延时了 这个大约一个手指的间距着啊 左下右上啊 我们画两到三指这么一个高度啊 跟它接回来 画了三个手指这么一个宽度啊 在画的时候 你看线条啊 它是有浓有淡的这种表现的出来的 在画的时候 边缘呢 不要画的特别的流畅 也可以一定的转折 但是有些同学 你也别别太过了哈 要注意这个度的一个拿捏啊 这个线条呢 它这个曲折呢 它是有曲有指的啊 这是线条的一种节奏 它不仅有粗细 在长短这种转折的地方 你看这块短一点 这块长一点 你有一条同学呢 一说转折 他画的这个转折呢 等距了啊 等距就不太好看了 好 宽一点也没有关系哈 这个造型不是说 你必须得按照老师说的 这个一定一定来 你大概有一个 我们基本的一个形象就行啊 好 现在再来啊 再来画 第一块 第二块 第二块延时 也就是差不多数字的中心线下来啊 再往右侧 我们再来画一个 呃 大约画个三到四指 这么一个高度啊 大约三到四指 这么一个高度的延时 这块延时呢 偏窄一点点啊 延时呢 它不仅高低错落 在形态上要有大有小 有宽有窄啊 这是一种画面经营 我们的山水画 它表现的呢 它不是说 完完全全的一种 实在的一种 像照片的一种形式 那就不是人画的了啊 那就是我们说 人在画的时候呢 它会主观的取舍 它会取舍概括一些画面 转折画不好 需要练习啊 有些 有些东西呢 你可能听懂了 但是你做不到的话 这个就需要一定的练习 可以达到的啊 转折的时候 你转 那这一点呢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时候粘动笔管 一根线过来 对不对 到这之后 你可以把笔提起来一点点 然后再来转 因为你不提起来一点点 可能水比较大 像深圈指的话 它阴的就比较太大了一点点 稍微提起来一点点 就到这个点 然后你要转的地方 你就粘动一下笔管 粘动到你这个转折的方向 这个是你慢慢去体会 慢慢去体会去练习 你在课上至少保证你能听懂 课后呢 如果说你又没听懂 需要温固的地方 你就在这个地方多看两下 多看两下就好 中间多给了一些 我们多画了一点点 它的一个结构线啊 让这个延时呢显得更加的这个丰富啊 好 这块画完了之后 在这块延时的右侧 大概这个中间的位置 中间的位置呢 我们再来画一块啊 一直宽左右就可以 然后在高低错落上呢 同样也要注意哈 这些延时你看 在转折的时候 只要你水分呢 稍微你看 要大一点点的画 这个延时想方都方不起来 画偏了一点 没有太大关系的啊 我们三学画呢 它是一种我们说比较率性达意 以及像我们的文人画呀 像写艺的花鸟啊 往往都是这样的 对造型上要求呢 不会特别的严苛 不像人物啊 你怎么画 它只要按照我们的这种步骤来塑造 它都会像延时的一个形态啊 好 现在我们再来画后面这一层层的延时了 这个大的啊 这个大的 像最高的这个山峰这啊 左下右上 不要到达咱们的中心点 不要到达中心点 要留出一点的间距来 好 开始往下面来啊 往下面来画 画的时候呢 你看我们在这儿啊 跟它错了 交叠了一个结构线 那这个线条呢 不用让它特别的淡哈 要可以有点的默色的一个 前后你看要有区分 但是呢 中间有时候不是说 完全是前面重 后面完全就没有淡的了 你要适当的带上一点默色 让前后形成形的呢 呼应呢 这样的话 其实你们越往后面画 我们说的一种趣味性啊 默色的趣味性 也可以体现的更好 可能不太一样 没有太大关系 你根据自己的画面呢 你在主观的这个取舍一下下 拿捏一下 当然在初学的时候啊 尽可能使用和老师的按理尺寸 比较接近的纸张 这样的话对构图的把握啊 比较方便 好 我们把这一处延时 你看整体画的大概多宽呢 一掌 一掌十厘米左右 这么一个宽度的左右 这一块我们先画到这儿 然后后面我们可以再来细节的塑造啊 这块你可以画的不那么高 可以低一点点 位置没有控制好 你们刚开始画的话 多少都会出现一点这种问题 很正常的哈 只要大体看起来像一块延时 都没有问题 好 旁边我们再来塑造这块比较大的延时了 这块大的延时 我们先勾勒的都是它的一个轮廓啊 我太快了吗 你大概知道它的轮廓线之后 调好墨色 应该是勾勒起来 应该不会太难的哈 我要现在把右侧这块 我们边画边等 其实老师的这个速度应该是不算太快的啊 边画边等你啊 好不好 画这一块延时的时候 这块延时呢 在画的时候呢 它和左侧呢 挨的比较近 挨的比较近 整体画多高呢 画的像火山 像中国拿马 风动也可以 都没有问题啊 只要像山就行 慢点 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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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艳艳也说老师太快了是吗 我慢一点 慢一点 我把这个墨碟放到你们的面前 应该看得到的位置啊 把画面放成完整的画面是吗 行 可以啊 放成完整的完整的画面 可能你更有参考性 对不对 好的好的好的 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画这一块了吧 那这一块在画的时候呢 大概画多高啊 这块延时也是偏前面的 所以画的时候 墨色比较 也是比较重啊 墨色比较重 放到这儿嘛 这样应该就不影响了 左下从纸张的这个边缘呢 往上数大约一指左右 左下右上 然后画了大概多宽呢 高度大约是三到四个手指 我的深圈怎么那么晕 因为水分没有控制好 行笔的速度 你也要需要适当的拿捏一下 你速度比较慢的话 你画出来的这个 还晕得就更加的快 前身画太高了 这样就要三分之二 后面你就画少一点 现在你就尽可能跟着老师来画就行 好 这块画到这里了是吧 画大了怎么办 就大了呗 又不能把它弄小 现在你就画大一点点 后面的在画的其他物体的时候 就小一点点 这个时候就平衡一下咱们的画面 就好了 刚开始画的时候 你们造型上肯定会有一点的问题 太慢了 有同学说太慢了是吧 这个技术比较好 中锋或者中锋稍带 侧锋一点点是可以的 往往我们在画的时候 不会是用到纯粹的中锋 那样画起来 略微显得有点笨笨的 好 然后再来前面 我们稍微的给它遮挡一点点一个严实的结构 到它的这个边缘的地方 我们来跟它画一块小的严实 Hurry up 自由如下 看来我们这个班的同学也是很多好玩的同学 好 先画到这儿 然后右侧 我们直接给它 直接给它再画一点小的结构线 长长短短的结构线 来让我们的延时 看起来更加丰富一些 不会太淡了 太淡了 如果说你现在画的这个轮廓线 比如说你觉得太淡了 一会咱们在村完了之后看不清楚了 你可以适当的再把它给复勾一下 都没问题的 我们在初学的时候 我们之所以给大家说了 是量化成几大步骤来画 让大家把这些地方 比如说勾勒轮廓会勾勒的比较明确 对吧 有的画作可能你看轮库现在不会特别强 那是因为人家用笔墨 他用的很静 这个什么呢 很灵活 很自由 你们越往后面画也会这样的 但是你们要有前面这个步骤 不然你们又要画的话 就融上一块去了 好的 画稿全展示 那现在我开始画了 右侧这块已经给大家定出来了 定出来之后边缘同样 我们也要画一块小的岩石 这小的岩石呢 你们也不要太雷同 它也是要有大小的这种区分的 要注意它和边缘的岩石 和咱们这个纸张的边缘的一个区分 我往上挪一点点吧 我是不是要把画面再给放大一点点呢 初学第一节课 你们第一二节课可能都会觉得难 这很正常啊 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你要坚持一下 你只要把这两节课过了 我相信同学们 你们都怎么说呢 就算是感受到了咱们的这个 看到我们的这个门了 看到我们这个门了 万事开头难嘛 你只要把这个前面两节课坚持过去 老师太慢了 老师怎么办呢 老师太难了 好 后面咱们画一个浅摊 在这个最高的这个岩石的中间部分 来画一个浅摊哈 大概画了多宽 三到四个手指 四个手指大概左右 底下这条线不用特别的强哈 不用特别的强 上面这条线可以让它强一点点 快点哈 可以的 要快的话是很容易的哈 樱花未来 八岁的宝宝居然要求老师快一点点 想要老师快一点的同学来敲个数字一 想要老师慢一点的同学来敲个数字五 我们来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 好你十岁十岁哈 倒退哎呦我的天呐 一和五差不多啊 看来我这个速度拿捏的不太好呢 怎么办呢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带大家来春擦了哈 这会儿就画起来就快一些了哈 看来这个部分伯仲了啊 部分伯仲第一节课肯定会有同学说快啊 这个再正常不过哈 但是你要跟着老师来啊 现在我们开始来春擦来塑造我们的岩石了哈 在塑造的时候墨色啊 墨色你要尽可能怎么着 正好 哎呀 稍微干极一点点 稍微淡一点点啊 比咱们的岩石呢 要淡一轮廓线要淡一些啊 跟着结构线啊 跟着咱们的一个结构线来塑造 从上往下 从上往下 我们说的这种短拼嘛 对吧 虚入实出 来塑造咱们的一个岩石 春的时候放大一点哈 放大一点 你们是遥控指挥老师哈 放大一点点 把它放大了 对吧 像这种小的岩石啊 因为我们今天出于练习的需要 所以岩石的轮廓了 这个造型的画的比较多哈 所以我们需要去多画一画 好 现在再来啊 再跟着这边以来 同样在前面这一处岩石 都是用的这种短拼码 虚入实出啊 错落交叠 塑造岩石的一个偏底部的一个地方啊 偏底部 好 这块岩石是不是大概给他画出来了 是吧 老师太难了 终于有同学理解老师了 第一阶段肯定会有同学说快 也会有同学说难啊 啊 然后在左侧这块也是哈 跟着岩石的一个结构线 我们来行笔啊 要长长短短的 每一笔每一笔之间呢 他会有一定的见据 有同学可能啊 把他画的黏糊到一块去了 那样的画面呢 看起来他就 怎么说呢 啊 他需要有一定的融合 但是你不要把每一笔都融合到一块去 也不要每一笔都区分开 这个多少呢 你可以拿捏一下 看着你的画面来啊 只要看起来不要特别的平行啊 线条不用特别的平行呢 你这个到底是要 这个交叠多少 这个你就看着来就行啊 好 其实后面这块岩石 你们看在塑造的时候啊 刚刚我们给大家说的 这个组合的地方 你看看 你看通过前后的这个 墨色的对比 他来衬托 你看后面这块岩石的 他的一个比较偏暗的 一个偏底部的嘛 一个偏重的一个墨色 衬托岩石前面偏亮啊 偏亮的一个一个 一个名案的一个对比啊 他前后其实是相互在对比的哈 形成的 所以你们在画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啊 抽空喝点水 接接少年 还是这位同学 心疼老师 12岁对吧 好记住你了 然后再来 继续从上往下啊 把这些岩石都是以同样的 这种塑造的方法 你同样画的这些线条啊 不要都融到一块去了 也不要完全比一比都很分明 如果分明一点呢 一会你可以再补充 比处都可以啊 然后还可以再什么呢 我们可以再擦一擦啊 再擦一下 让墨色看起来更加的融合 老师在画的时候 是不是给大家参考了比例的 大概啊 好 这块画出来对吧 那这边小的岩石呢 你就是点两笔 区分一个亮暗就可以了 区分一个亮暗 整体的画面的水分呢 你要把控一下哦 从上往下啊 我们再来塑造 后面这块岩石 同样我们都是塑造 它的一个偏底部的地方啊 偏底部 一块岩石呢 左右两侧 我们相对塑造的要多一点点 但是也不是说一样多啊 左右呢 相对它有一个 我们说有一个输与密的一个关系 对吧 线条啊 长长短短的啊 用的笔呢 它相对来说比较干枯啊 好 这一块我们都给它塑造出来 它重一点呢 更好的衬托前面啊 好 这块你们都画出来了吗 画出来了没有 画出来的同学 可以给老师敲一个数字一号 我看一下同学们的一个进度啊 画出来了吗 还没是吧 那么就等一等等一等 边画边等 边画边等 后面村只是底部 这会儿没有干 你看它看起来比较重 它是为了 我把这块呢 村擦了多一点 它衬托前面的这个亮部啊 一般来讲是前面对比要重 后面要相对来讲要淡一些啊 我们边画边等 其实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重复性的一个工作了啊 你只要知道是怎么去画啊 即便你这会儿可能没有跟上老师的一个节奏呢 你一会儿呢 也可以把它给画出来 村的时候不要打伞吗 打伞怎么理解呢 我不太理解这个打伞什么意思啊 可能是把笔铺散得很开吗 是这个意思吗 好后面这块岩石呢 就这样就给它塑造出来 塑造它的一个底部 不要每一笔都特别平行啊 一往后面走呢 你可以比出呢 就稍微的简约一点点啊 概括一点点 你在吃饭呢 边吃饭边画画是吗 好 这块画出来了没有 画出来没有 然后我们再来画旁边这块了 前面这块呢 它比较偏前面对吧 那我们稍微用一点比较浓重的墨色啊 跟着结构线来行笔 长长短短的 整体啊 墨色要比较枯浊啊 虚入实收 对 入笔的时候偏虚 收笔 你看收笔的地方 它要偏实 也就是线条底部呢 它要重一点点嘛 不然的话 这个石头它就飘的 它底部呢 它就感觉不到 啄不到这个地面上去 现在这一块 你看是不是村的感觉比较平均呢 就墨色感觉都比较雷同 对不对 那里边我们要有墨色的层次的变化 不仅要有淡膜 而且呢 也要它有一些过度的层次在里面 然后前面 我再往上面推一推哈 这是一种线条的塑造 严实的一种方法 对呀 虚起实收 这块小严实你其实点两下 底部它就偏重了 这很容易对吧 老师喝点 等同学校的时候就可以喝点水 对吧 其实边画边在等的 好 这块小的颜色是不是大概画出来了 后面这块小的浅滩 也是同样的一个行笔的一个方法 大概的一个塑造 远处这块就淡一些嘛 前面肯定要浓重一点点 但干了之后咱们再来擦 没有干的话现在去擦呢 它就很多同学用的升旋纸 它没有那么快就干了 没有那么快干的话 现在去擦的话就融到一块去了 我现在这个呢 它是干了之后 我就可以适当的来擦一下了 墨色我们刚说了 测风啊 一个是干 再一个呢 要淡啊 然后跟着结构线 咱们来行笔 让之前画的这些墨色呢 笔触呢 更加的融合啊 让暗部春擦过的这个线条 这个里边的小白点 给它盖住一些啊 不然的话 它显得有些花 有些碎 对不对 现在就是统一一下它的墨色 隔壁有点吵着吗 我这已经把门关上了 下次我跟他们说一说啊 反应一下 村的时候有时有点重的 整体是前面偏重啊 整体是前面偏重啊 有些需要明确的对比的地方 你可以再加重一点点啊 岩石与岩石的空间交叠的地方啊 你看适当的跟它对比村 比较一下啊 比较干枯比较淡的墨色哈 擦岩石的一个底部 你说你的隔壁啊 在区分的时候啊 你可以把它给这个墨色呢 可以重一点点 当然这个在春擦的时候 其实呢 你们说这么多 不要所有的都跟它对比的特别强 你看远景的话 就让它对比不要那么强啊 就不要对比那么强 擦的时候呢 它会连着这个亮部呢 我们就会带上一点点啊 好 现在这一块中间 这第一块岩石 咱们中井的这块岩石 画出来的同学 来跟老师敲一个数字一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这一块都给画完 春擦完了的啊 春完了的啊 擦完了没有关系 没有擦完了没有关系啊 这块只要春完了啊 我们就开始来进行左侧的一个表达 现在没有干 干了之后我们再来点胎点 对 从上往下 你也可以从下往上 没有关系的啊 这个新笔 好 那我看同学们的这个大体的进度 还是比较一致的哈 那现在我们要开始从左侧来表现了哈 这块如果说你没有画完呢 你只要知道怎么春 你就先放到一边去啊 先跟着老师一起来画这边 来一晚来到同学呢 你就跟着老师现在画的哪你就画哪吧 你也可以拿个纸画局部也可以啊 水分控制好 同样由近即远来表现啊 我们先画一块比较比较浓重的墨色啊 画多高呢 两指左右 下面留一个一指左右的一个小角 是吧 先把这个角给留出来 画两指左右高 然后宽的两到三指啊 这个你就适当的拿捏一下就行 你不一定说画的必须的跟老师这个一模一样啊 就没没有没有这种说法啊 因为像这种像我们的这种写一的画的话 你要把它临得一模一样 一个是你要耗费很大的时间和这个观察的一些功夫 再跟他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即便是作者你让他刚说的黄公旺 他的那幅名作对吧 你让他重新来画一张 他也画不了一模一样的啊 平板的线条方向怎么控制 跟着延时的轮廓线来表达 叫作业可以不用这个扇形的纸张啊 好 现在我们开始来存擦 仍然是啊 仍然是我们先把这几块勾完了再来存吧啊 可能有同学免得一会乱了 方向就跟着我们延时的轮廓线来表现啊 请问线条看着软怎么解决 一个是练书法 再一个呢是控制笔列的水分和行笔的速度 左侧 在左侧比他高一到两指的地方 我们再来加一块延时 这块延时够宽呢 大约画三指左右 也就位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扇形纸啊 大概整个高度整个高度的三分之一的地方啊 大概嘛 是吧 大约三个手指 你看画的比较宽啊 这块画出来之后呢 他们有一个旁边还有一块比较低矮的 这块也细碎的小延时 你们要画一下 底下这条线呢 它有一个也就大概一到两指这么一指多宽啊 一直多这么一个高度啊 好 是不是三块延时我们给他画出来了 这三块延时呢 画出来之后 你看这第二块也是把底部这条线呢 适当的跟他表现一下 我们再来存擦 存完了之后啊 我们再来再来什么呢 再来画后面的哈 这个应该是可以跟上对不对 能不能跟上啊 村的话是不是跟刚刚是一样的呀 这节课呢 你们就是要练习一下这个村叉的这个呃用笔 以及咱们整体删去画绘画的整个一个流程呢 你们掌握了之后 你们再往后面走的时候呢 同学们就会觉得啊 好像就没那么难了啊 底部线条比较虚弱 对下面这条线呢 不会让它特别的强啊 这个画绘画的整个一个流程 那你 这张画 我们整个画 你你画这么一个画出来的话 你就把我们整个山学画一个绘画的一个步骤啊 我们说的一个流程啊 是不是你大概就走了一遍了 所以你在往后面走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困难了 第一节课肯定会多少同学又觉得难啊 好 大概给它塑造了一下 两边的塑造比较多一点 中间的你看墨色啊 相对来说比较少啊 比较少 这块 然后前面这块呢 同样 用笔都是虚有实处哈 一定会拖腾 第一节课要拖一点点啊 耽误一点点大家的时间 看不到条沫了 再拿出来拿出来 放大一点的 行 卡纸不能存擦 是不是卡纸不是生选 卡纸是生选呢 因为它表在这个卡纸上了之后 它像半身熟的一样 很飘的感觉 因为不够厚重 错了就好好画画啊 好好画啊 好前面这块原始我也给它存擦完 中间呢稍微留的这个存擦的这个比较呢 并不会特别多 我们说两边呢 塑造的相对要多一点点 对吧 后面这块是小石头 这会好好表现了啊 好把岩石的一个底部给它塑造出来 三块是不是给它画出来了 上面的尺寸是哪个位置 我给你们介绍 往往给大家比较的时候啊 往往是用的是手指来比较啊 你其实不一定说你必须的画多大的一个尺寸 就是大概一个参考 我们的手指你说能差差别多大啊 我两个手指大概量了一下 因为同学说两个手指无法精确的来比较 因为可能很多同学呢 可能比较严谨 他其实画画呢 你稍微浪漫一点 他不是数理逻辑结构啊 那你按照逻辑去推的话 很多东西都不成立的啊 大概三个手指 你只要大概的一个异象啊 能传达出来就行 好前面三个手指画出来之后 我们要开始来画后面这一处了 后面这一处岩石呢 其实大体分为三层啊 分为三层了 那这三层呢 第一层呢大概画多高 画四个手指的大概一个高度 从前面的这个 这处岩石的最高点 往上数大约四个手指啊 大概在这啊 春差是一组 一组的嘛 对 这样才能加这种油蛋倒浓啊 油蛋倒浓去加 然后呢 油干倒湿啊 这样去表现 我开始画这块了哈 现在不看你们的弹幕了 然后从下往上 稍微注意一下 也是一个比较偏波折的一块山峰哈 你线条转折的地方 它可以稍微让它柔和一点点啊 柔和一点点 然后再从它的右侧啊 我们再给它拉下来一根线条 然后后方啊 加一个小结构 加一个小的结构 上面的尺寸 我们可能是给大家说的是边缘上哈 好 里边呢 加一个细小的结构啊 分成了 你看123 这个小的结构 分了几层 分出来之后呢 在这个中间的边缘 我们呢 在这个偏底部 右下角给它再加一个低矮的小的一个小的延时的一个形态 好是不是给它画出来了 前后上没有规律吗 它的规律就是前后空间的一个遮点以及高低高低大小 以及我们说的左右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表一个一个组合啊 刚刚在给大家看这个课图的时候是不是这给大家大概说了一下 组合基本上就是这些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些小的点嘛 好这块是不是大概画出来了同学们 然后我要再要往后面来画了 后面在画的时候大概画一到两指啊 一到两指 可以不到 不一定是画的完完全全到两指哈 可以 窄一点点嘛 从上往下 高高的地方呢 大约表现到了两指了 下面可能就没有 就一直这么一个宽度 这一笔呢 画的比较浓重对不对 那旁边我们就要跟它再接一笔啊 墨色相对来讲 比较大一点点的 然后再往后面走 是不是一层 两层两层画出来了 后面这一层呢 它相对来说比较宽 在纸张的顶部还是要留出一指左右的一个距离来 不要给它全的顶到纸张的一个边缘上去了 这样的话不然的画面它就会显得特别的 满 好了 我现在要把这个距离呢 又给大家推远一点点啊 大家自己来参考一下位置 好 这块画出来了对吧 然后我把这个大概的一个形态给它 你看从前面的一个偏浓重到后面的墨色越来越淡 这块呢我们要加一块细小的一个岩石嘛 你要不加的话直接给它勾的突然也行 有同学可能觉得这样比较繁复比较累的话 你可以去去掉一层两层石头都没有问题 好 好这块画出之后我们又要开始来给它 啊 村了啊 要开始来村擦了 来塑造它 现在仍然是要用咱们的这种 虚入时出的小的线 短线条啊 跟着这个结构线啊 跟着结构线的一个边缘轮廓线嘛 来行笔啊 你可以流畅一点点啊 也可以稍微波折一些 线条呢可以粗阔一点点 有的同学可能画的这个线条呢 它特别的精细 这样的话它就没有这种粗阔管 粗阔的感觉了啊 如果你画工笔呢 你可以把那个线条画的特别的精细啊 那个没问题 删取的话你还是稍微用笔啊 粗重一点 好底部呢 也适当的带上一点啊 它要跟前后形成一定的区分对不对 你看我们在往后面村的时候呢 这个笔触的这个线条感呢 它就没有像刚刚这些特别的明显了哈 它就略微的要隐约一点点了 用什么膜 没有看懂你这个问题 然后再往后面来塑造这块dl的小的延时 好包括后面这块dl 要注意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分啊 这这会呢 它对比不会特别强 但是呢这个 融合 融合也不要完全融到一块去了 村擦用什么膜啊 村擦的膜上 你相对这个轮廓线要淡一点点啊 先淡一点点 我们用的胶浓重 啊 之前钩轮廓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个重膜吧 啊你现在就是 用一个比较淡的膜啊来寸擦就行 好 再来往继续往后面来往后面来塑造啊 前后空间的这个焦点的地方了 是我们塑造就是说需要区分的地方啊 比较强烈区分的地方 好后面这块也是适当的带上一点点就行啊 后面呢不会特别塑造特别的多 但是它的厚重感还是要体现出来 你们这块画出来了吗 同学们 画出来了没有 画出来的同学可以来敲一个数字 让我们了解到大家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进度 第一节课我们讲的内容呢 并不会特别多 我们刚已经给大家讲到了 它这个形状呢 就是如麻痹散而错落交搭而得名的 在汤后的它的这个花键里面就提到 对这些技法呢做了一定的解释 在课下有的同学啊 可能就是看书的特别感兴趣对吧 那可能像我们上一节有同学呢 画论都看了好几本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比如说轮廓线有些地方看不清的地方 你可以复勾一下哈 那我们现在把这一侧的延时 是不是大概就给它吞出来了 现在我们开始来擦 还是一样 笔里的水分要淡 这个墨色要淡 水分要干 来塑造来擦 跟着这个延时的一个之前穿过的地方 来我们来给它统一 用 稍微融合一下 咱们的这个墨色啊 你擦完了之后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 有的同学可能擦的墨色太重了 让之前画过的笔处呢 全都融到一块去了 这样的话啊 那你是不是就把之前画的全都给抹掉了 那真的是抹掉了哈 好 这这后面这一块也是一样 亮不你都可以适当的带上一点点 擦的时候呢 笔触呢 它不会特别的强 而我们村的时候呢 笔触感它会比较明显 有的同学呢 画的软是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明显的笔触呢 都不会都看不见了 只有这个擦的感觉了 因为他擦的太过 还有同学呢染的太过 这是初学的时候 经常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好 都表现出来对吧 那现在呢 我们要开始来点它一点啊 用比较浓重的墨色 从前面这块开始 点完了之后再往后面走 没有干的同学呢 你先不要点 先不要点 放大一点 这个放大了你看哪个 现在就点它一点的话 你应该是不用放太大的 你不用去看老师这个笔触是怎么画 你跟着你这个颜色的结构线去塑造就可以了 好在颜色的结构 你看转折的地方对吧 我们来点这个胎点啊 前景呢 我们要对比要比较强 所以呢我们点的稍微啊要多一点点 颜色结构转折的地方 后面这块也是一样 整体啊前面多啊 后面呢要少一些 它要有一定的主次的一个关系 穿不出来 穿差怎么区分 一会儿啊你要去看一下老师刚刚在那讲的一个 呃 激发解析那的一个部分啊 穿差画不好 一会儿你跟着老师提示呢 你可以在这个课下练一练 然后可以适当的巩固一下咱们的回缝哈 你穿差不好 穿差不好很可能就是因为你水分把握不好 还有墨色调和的问题 对吧 还有一个用笔上 后面这些石头呢 你稍微的穿差的少一些啊 就适当的少一些嘛 就要点前面 你看这块多 后面都要少都要少 不要是不要画的太平均了 很多同学在画的时候呢 就是容易平均 放大一点点 这个放大了有必要吗 现在你看整体的时候啊 我们是整体观察局部着手 你要整体和局部之间呢 你要都能拿捏得住啊 该看整体的时候呢 你就看看整体吧 这个点这个点呢 你没有太大必要 说老师给你把它放大哈 因为画细节的地方呢 肯定会给它放大的 好 你看延时结构转折的这些小结构的地方 也可以再画一些啊 点下一些胎点 点的胎点的墨色啊 它都会比我们之前勾勒 这个村擦的墨色要重一些啊 当然这个重是肯定是比较明显一点 不要点到琐碎了 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疏密关系 如果感觉碎了 你比如说这块我觉得碎了 你还可以再跟它密集一点点嘛 中国话经常讲啊 密不透风啊 输个跑马也就是它的这种大体的一个节奏感 你要把握住 用的横点 你可以用横点来点啊 旁边的这个小的浅滩上 你带上一点点就可以 不用特别的明显 好 这一侧我们大概给它画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画点接左侧了啊 好 同样在结构转折的地方呢 是我们去点它一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再一个呢 有些延时啊 他们在我们说一些结构 它稍微感觉有一个像山脊这个位置 对不对 突出来的地方啊 我们稍微可以点多一点点 在这些转折的地方啊 我们可以适当的少一点点啊 也后你们刚刚有同学说这个解锁村对吧 解锁村呢 它就是主要点在这个山头上啊 山头上 横线方向没有什么变化 左侧边缘啊 我们都可以再点上一些 点的这个胎点呢 也是同样你可以画出一定的墨色层次来啊 点出一定的墨色层次 不是说必须的只有同一个墨色啊 包括山顶啊 都可以带上一点 好 你们都画出来了没有啊 山水课好难 第一节课 我相信你把它挺过去 你后面都不会觉得它这么难了啊 好 这块 我们现在画完了之后呢 要开始来画这个树了啊 在画树的时候啊 不作为本节课的一个重点 我一会呢 会对会对这个叶子呢 大概的给大家同学们说一下 画树 我们会在后面的第九 第十 然后呢 都会给大家简单的给大家介绍 我们说的松白呀 以及柳树啊等等 以及杂树的表现都会说到 那今天我们呢 不作为画面主要的呈现 你可以跟着老师的这个介绍啊 我想你应该也是大概能画出来了 具体的知识点 我们放到后面来讲 我们现在呢 主要是讲岩石的一个表现的方法 然后来呈现一幅比较完整的一个画面 好吧 那我们现在开始 主要为于咱们刚刚画的这块横着的这个小岩石啊 它们这个转角的位置 我们来画这棵树 这棵树呢 你不要画太左 太左的话旁边还要画一棵树呢 就画不出来了 我们先画这个介绍点的树 画多高呢 首先我们画整个纸张的 它的一个呃 从上往下数 大约画四个手指 点点第四个手指的这么一个位置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树的最高的点啊 最高的点 它整体的一个趋势呢 一个姿态呢 是右上走下 比较恶挪 比较委屈的这个造型对吧 可以是当的淡一点 而且数量上也要少一些啊 从上往下 我们先画树先离干的啊 先把树干给它画出来啊 右上左下 从上往下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咱们的树的 树干的整体的一个粗细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整体是树梢比较细 然后呢 树根呢它是越来越粗 树枝呢它是比较嫩的 所以呢线条可以画的流畅一点 那么越往下面画呢 我们的线条就可以 波折一些对不对 现在画了两指这么一个长度啊 然后画到这儿呢 左侧我们可以适当的跟它出一个枝啊 出这个枝的时候可以让它遮挡一下啊 也是像我们刚画延时的一样 它有一个遮挡的一个关系啊 是吧 就一个Y字形 是不是大概就画出来了 放大些 好 放大些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来继续往下面画 你看 在不断画的过程当中 你看 慢慢的这个用笔呢 它就变得灼起来了 就是说我们呢 转折这个相对较多一点 螺术斑驳的感觉对不对 它的一种意向的传达 就是通过这种笔触的线条啊等等啊 行笔的速度等等来体现的哈 那再从右侧 我们再跟它出一个枝啊 其实画数呢 它也是要有主次 出枝的时候也要有主次的关系的 你看这个为主 那这个有一次 这个小枝不用特别的明显 然后我们给大概的跟它勾勒出来 然后呢 长到这个岩石上啊 现在这棵树呢 我们就不跟它画树根了啊 今天我们只是带大家先领略一下这个树 因为我们画一张画 它不可能只是岩石的话 看起来就比较单调了 我们需要一些树啊 来作为配景 来让我们的画面看起来更加的完整 对吧 那所以在画的时候呢 就需要加一些树 树干画出来之后 里边呢 加一些我们说比较干枯着的笔触 来丰富一下啊 就像我们说的画的一些树皮对吧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厚重 让这个树干 这是双钩的树木一种表达 后面我们还要给大家讲到这个 比如说 这个完全像莫谷的一种形式来表现的这种树啊 好 进来了 你是刚进来是吗 来马呢 同学现在跟着老师一块来画就行啊 好 这个树干大概画出来了没有 啊 画出来没有 画出来的话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来画这个叶子了 画这个叶子的时候啊 刚刚呢 老师呢 是不是大概给同学们那个 说了几个点呢 那现在我们就来说说 这一会儿会画到的个字点 戒字点 其实个字点呢 戒字点呢 它都是一种像型的一种概括 你看这因为四笔也画出来的形态 略微像我们的这个介绍的戒 给你 比如说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啊 等等 是吧 自我介绍等等 它有点像这个形态 个字点呢 就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个字型啊 给它是一种像型的概括啊 像我们树呢 因为往往很多树都是概括为杂树 杂树里边呢 它就形成一种符号画的一种表达的方法 有的呢 可能我们画的一些小圆圈子吧 像胡椒点的一种形态 也有一些像三角 还有等等很多种树 那所以我们在画这种介绍点的时候 不必说必须得各一个 三笔必须得四笔 这个呢 看你自己的一个心情 整体的一个形笔的方法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大概说一下就行哈 其实形笔就是食入虚出 你看 是不是入笔的地方 它是要浓重一点点 收笔的地方虚一些啊 是吧 三笔形成就是我们的个字点 然后再加一笔 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介绍点 当然新笔呢稍微流畅一点点啊 那新笔的速度略微快一点啊 这样的话它就显得会比较利落啊 我不敢把它印在我咱们的纸上画啊 因为它怕它印下去 然后在组合的时候就怎么组合呢 就是我们说的 我把它颠起来一点 有可能你的纸啊 确实因为有可能有很多同学买的是机器 机器这个生产的宣纸呢 它就特别硬啊 还是尽可能买咱们的手工的哈 然后左侧这边缘 我们再来跟它叠加 在组合的时候呢 我们说品质型 也就是你 我们说的品位啊 品格 这个品啊 去组合它啊 这样去组合 整体的一个造型呢 是根据我们书冠的一个形态去把握 简直要崩溃 数量太多了对吧 希望你今天听完我们的课啊 因为这个其实老师呢 只是简单跟你说一下 后面我们专门画这个叶子的时候 你画完之后 我想你们肯定都不会觉得它难啊 因为它是最简单的一种表达的方法 还有这个胡椒点 因为今天我们不画 先不说了啊 好 现在根据书冠来开始表现 我们可以从上往下来开始画 来画的时候呢 你可以由农画到淡啊 你看是不是品质型去叠加的 是不是品质型叠加 那你可 有的同学可能画的时候呢 是他整个笔触啊 比较宽阔的话 那种画出来的形态 像我们的梧桐一种形态的啊 不知形态怎么不知 你看它整体的一个形态 整体的一个形态 这个我就没法说了 它要看起来形象自然一点 像一个树的造型 至少你也保证边缘不要弃平 这个出叶子 它肯定是跟着我们出枝的一个形态 来表达的啊 没有出枝的地方 它叶子肯定多不了啊 肯定多不了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树干呢 有一定的这个遮挡 然后现在我们画的比较浓 对吧 油浓画到淡啊 不要来回的去沾沫 不要来回的去沾沫 然后画到一会儿淡了的时候 再往上面来一点点 它就会形成一定的虚实的一种对比啊 你看有这个枝干的地方 又看不到油墨了 这会儿用的比较浓 是一个浓墨 好 根据整个出枝的一个感觉 我们来确定它的一个书冠的一个形态 好 把整个书冠的看起来丰富 丰富起来 这从上面的浓 是不是到往下面的 是不是越来越淡了啊 这叶子大概花多大 一个手指甲盖 手指甲盖的大小 买这个工具的问题 课后问 课后问 一会儿咱们答一时间再来说工具的事 第一节课同学们肯定很辛苦 我肯定能理解大家 但是希望同学们都能坚持下来啊 因为我们的哪一期课 哪一门课 第一节课啊 他都同学们都肯定是压力很大的 很多各种问题啊 这是太正常 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我们要学好的话 肯定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不对 稍微的坚持一下 相信同学们都能画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的 用的浓墨 对 叶子用的浓墨 跟你们逐页的方法应该是比较相似的 因为你们可能不同的老师他讲的就是方法呢 可能略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大致的基本规律 书面的分布啊 浓淡虚实的一些对比啊 他肯定是一致的 我现在就要把这个树冠给他画出来了 树冠啊 左右两边我们都要给他适当的加一点点 不然这个树啊 看起来他有点点 不够丰满 像长叶子的树呢 它体现的是一种季节 就是说 比如说春夏季 就是生命力比较旺盛的时节 那枯树呢 往往我们是春这个冬季 对吧 那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中国画它有时候 因为收集于材料的一种表现 它很多时候呢 也是在一种比较含蓄的方法 来体现一种时节 或者说一种时空观嘛 好 我把这棵树大概就画出来了 你们还可以再继续去丰富它 整个书冠的一个造型呢 看起来形象自然一点就可以 叶子适用的浓墨 同一个问题 普通同学都会问一遍哈 支架盖大小 每次我们画的叶子大概支架盖大小 因为我们用的纸张就不会特别大嘛 好 旁边我们再来画第二棵树 第二棵树呢 比它低压一点点 比它低压一点 然后中间与这个树叶呢 有一点的间隔 稍微是左上右下一点的倾斜哈 左上右下 然后呢 这边跟它出一个树叉 在画的时候 你看我们整体的一个粗细的把控啊 一定要注意了 同学们 不要画的这个粗细的差别太大 然后这边 我们再来给它加一个树枝 接到我们的这个根部这个位置来 同样上面呢 适当的给它吞叉一下 比较干枯的笔触 不要把这个树呢 画的全的给它 全的给它吞了 稍微的这样去吞叉一下 让它看起来像酷酷的啊 今年累月的感觉啊 就可以了 这两棵树呢 我们往往它会有一个浓淡主刺的一种区分 同一同两两棵树在一块的时候 一定不要把它画平行 再给它在墨色上 我们要跟它做一定的区分 现在两棵树干我们可能画的区分不大 但是我们在后面画这个点这个叶子的时候呢 可以再跟它画的 区分的大一点点 再近点 还要近吗 现在已经很近了哈 先画了农业 然后再画了蛋业 今晚会梦见山水 佛系养生少年 希望你不会梦到 这个是不是又看不到了 我先放到这儿放到这儿啊 现在我们开始来点这个点了哈 这个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横点 那放大了再点我们的一个树叶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把它叫为这个混点 大混点小混点啊 那基本的笔出的一个形态 你们都能看到偏横着的偏宽对吧 水分呢比较饱满啊 跟着整个也是出汁的一个形态啊 出汁的一个形态 我们来点点的时候 它也是要错落焦点啊 错落焦点 笔出之间的不要让它看起来特别的孤立 同样它要有墨色的一个浓淡的变化啊 不要同一个 不要只是同一个墨色 也要根据整个书冠的一个形态来啊 出汁的一个形态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笔触啊 是点的还是线条的啊 勾勒的一些双勾的一些数据啊等等 都是要根据书冠的一个形态来表达 好里边呢形成的这个小白点呢 不要让它特别的明显 它显得容易花 你给它点掉啊 它有的地方我们呢 墨色啊 笔触啊密集一些啊 整括一点 有的地方呢 稍微散落开一点点啊 第一节课这么大的难度 难度也还好吧同学们 啊 其实可能第一节课刚接触有点陌生 这是很正常啊 难度的话可能是量比较大 难度系数上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特别 不会让同学们特别的为难 好这棵树你们画出来没有 里边呢我们适当的跟它讲 你看同样是树梢的地方啊 墨色稍微的让它浓重一点点 像这个小出枝的地方呢 也可以再有一点点浓墨啊 好两棵树你们画完了吗 我稍微把它推远一点点 好推远一点点 里边我们要勾勒下面的小房子了哈 这个小房子其实画起来并不难啊 还是还是推进一点点吧 这个推进点的话看得很清楚 这个树下面 这个小房子大概我就画一个手指的宽度 你大一点点没有关系哈 也就是这个树下方 先确定我们画这点紧的小房子的时候 先确定房子的这个房梁啊 下面我们先来确定房梁 是左下右上的一个倾斜的一个线条 然后左侧一个边缘呢 我们画一个三角啊 画一个三角 右侧我们呢再来画一根线条啊 画个线跟它平行的一个线条 把房子的一个盖先给它画出来啊 确定好了之后 我们呢再把这个房子的这个 它的这个这个这个柱子啊 给它画出来 整个高度也就大概一只左右啊 宽呢要一直半 小房子哈 其实它是一种 我们说一种比较夸张的一种形式 通过房子的小来衬托这些树和山石的大 对吧 这么大的这么小的房子 你看 然后房子都这么小了 人住的房子都这么小了 其他物体得多大呀 对不对 没垫画的话你就取舍一下哈 另外一个房子呢就是横着的啊 横着的房顶 比它靠后一点点 相互之间呢可以有个遮挡 左侧 前后是不是有个浓淡的一个区分 也就大概一个手指的一个高度 是不是大概就把这个房顶给它画出来了 远处的是要淡呢 远处的是要 它是相对的一个淡啊 而且在数量上 数量上少 它就会跟前面的一个多的一个对比的强 前面你点的多 点的浓重 它对比是不是叫强 后面你点的少 即便墨色的可能区分不是特别开的话 它也会显得淡 对吧 这就是在视觉上形成的一些 我们固定的一些规律嘛 好小房子画出来对吧 后面呢我们再点这个小树 点这个小树 其实都很简单了 墨色要淡 要淡 点出这个圆景的小房 就根据整个树干的一个造型啊 顶部 大概就是一个尖角的一个一个树 一个树一个 一个树的造型 然后中间呢 我们把这个树干的一个树干给它画出来 你可以先把这个枝干画出来之后 然后呢再去画上面的叶子 左右两边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你可以可以怎么着 让它们的对比呢再大一点点 为了保证不让它们融合到一块去了 对吧 这个是不是比较浓重 比较浓重 然后旁边这个呢 跟它稍微的 诶 有一定的默色的呼应感 这个房子都这么小了 不用换门了 太可爱了你 旁边我们再来加这个小的一个围栏 加这个围栏 好 稍微左右错了 这个画一点小的这些小的短线条 这个应该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这种农村生活的经历啊 应该是以前呢 他们是很容易 经常容易见到这种小的一些 小的一些 诶 这个叫泥吧 对吧 窗户更不用画了 好像这个树干的根部啊 这些地方我们可以适当的画一些 比如说高低高高矮矮的这些小的枯枝在里面啊 它是丰富画面的一种 一种疏密的一种节奏啊 一种关系 可以画一个房子啊 然后右侧这块呢 我们再跟它画一个小房子 这些小房子大概也就是一个手指的大概的一个高度 然后呢 它同样有个相互的一个遮延 高一点点啊 这边房子我们就给它画出来了 好 我现在把它放远一点点哈 放远一点 现在我们的近景呢 和左侧的都给它画完了 我们现在开始来画哪了呀 右侧了哈 右侧了 这远景画起来很快啊 画这一块啊 画这一块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之前画的这个浅滩 你看它是不是流出了这么大一块的距离啊 从我们这个尖角的这个位置 和我们刚画的这块 是不是相互有个错了一个间距啊 画多宽呢 你画个四五指宽就可以啊 在底下这条线 左下右上 稍微波折一下啊 稍微波折一下啊 稍微波折一下 把我们左这个边缘角的一些 颜色的一个造型给它画出来 好了 咱们这一块是不是像刚刚一样啊 也是从上往下虚入实处的 把这个岩石的底部都给它存插出来了 没地方画房子的同学就略掉吧 就省略掉哈 然后后面再画一层啊 再画一层 再画的时候也是底部呢 适当的你加一点点笔触感在底部就可以了 它们相互的一个区分 一个前后的区分 然后顶部你可以少上 稍微的侧上两笔插一插啊 量按的对比呢 不会特别的明显 跟前后的相比的话 是吧 好这块画完了 我们之后在上面呢 加它这个树干啊 加一些小的成牌的小树 我们先把干画出来吧 垂直于画面的一些小短线啊 高低的错落 稍微也注意一下它的一个树面的一个关系 就可以了 然后再画点这个小叶子的时候 跟刚刚是一样是整个是顶部呢偏肩啊 顶部呢它偏肩 然后呢 往下面是左右错落的 让它宽一点点啊 这是树的一个大体的一个造型 远伤嘛 好右侧我们再来点上一点点 是不是远伤就给它画出来了 现在稍微我们画一些水浪啊 水纹的一个波浪 水纹的波浪呢在画的时候呢 不用它特别强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你们可以选择用比如说用这种比较偏 偏直的这种线条啊 偏直的这种线条去塑造 如果你不想画这个其他的一些波浪线的话啊 啊你就可以这样去画 那远紧呢我们在 其实远紧你可以这样去画 近几年尽可能还是画一些波浪的一个线条在上面啊 因为第一次让大家画嘛 所以呢我们稍微的放宽一点点啊 放宽一点这样的画起来可能比较轻松 它横线比较多 之前在其他课上已经提到过啊 它提现来强化画面的一种比较平稳 比较安宁的一种视觉感受 如果你画成波浪的一种形态呢 它就是增添一份动感啊 你看水纹它往往是要跟我们环境交叠交叠的地方啊 我们才去表现它 其他地方往往不会再去加的 线条在画的时候呢 它是要有长有短的啊 书面的关系同样要照顾到 好 那这块画完了之后 我们要开始画圆景了哟 画圆景了 画圆景的时候啊 整体用的这个墨色啊 它要淡一些啊 我把这个再拿出来 调和墨色淡一点点 然后呢 我们先来画这个山峰 画这个山峰 有个同学呢 今天有个同学问一个问题 然后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然后我们就稍微的中间偏左一点点啊 可以稍微中间偏左一点点 然后呢这个山峰的一个造型呢 你可以稍微波折一些啊 不一定的画的特别的尖 从上往下吧 顶部大概留了两指啊 指张的边缘 画的太大就 其他物件就画小一点点啊 好 前面这个线条呢 稍微浓重一点 好 边缘往后面走啊 它就慢慢的要开始淡了哈 底部它不要完全的接上啊 要接上了的话 它看起来啊 它有一点啊 这种虚的感觉啊 就拉不开了 前后这种空旷感呢 空间感就流不出来 可以考三级了 对吧 你来考级是吧 好 大体的一个山包啊 边缘你可以不把它画得那么整齐哈 你看同样要通过结构线的焦点来体现它的一种 后动感 好 现在再来 多一些结构上的一些小的穿插啊 好 现在我们用长匹马来塑造 整体的MOS要干淡啊 怎么烤鸡 线上肯定是没法烤 你要的先下去烤 输入虚出 也就是用笔啊 顶部偏实啊 底部偏虚一点点啊 右侧呢 我们稍微的塑造多一些 左侧呢 我们就稍微的少一点点 它其实也是在通过这个结构线的暗示来区分前后 其实区分的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后面就可以让它平整一些 不用像前面的那么的突出 它的一种体积 底部呢 就见虚嘛 嗯 拉近点 这个拉近了 你可能就看不到啥了 好 这是我们最前方的一个山峰啊 这个山峰画出来之后 我们呢再往后面走 再往后面走比它低矮一点点 低矮一点点呢 这个呢就是一些小的山包了啊 层次感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画面呢 适当的去拿捏啊 捏多一 到底是取舍多 让它多一点呢 还是少一点点 地震一样 好 再适当的我们来称差一下 两块岩石我们要区分它的一个前后啊 你敢去分它的一个前后 你敢去分它的一个前后 这是两处岩石对不对 两个岩石的山峰 顶部要偏实一点 底部偏虚 因为底部我们还要接一点点云气 对吧 像云雾啊等等这种感觉 我们要跟它接一点点 一会儿 接的话呢 我们先要擦 擦到这个之前春擦过的地方 侧峰也是要干要淡 对吧 让墨色融合一点点 在边角的地方 这会儿呢 你如果画不出来没有关系 后面我们会给大家专门讲 这个云雾到底怎么去画 也就是岩石和留白的地方 间隔的地方 我们用比较干比较淡的墨色 然后呢 来擦出云雾的边缘 这种不太整齐化的这种形态 大概 首先是把它形态给它画出来 给它擦出来 擦出来之后 你可以用墨色或者颜色 再给它染一下 尤其在卡子上表现出这个效果 就很容易 宣纸上的表现起来的话 它可以层次感更加的丰富 适当的寸插 你看现在稍微的染一染 它颜色效果 它就立马这个云雾的感觉 它就会出来 淡淡的感觉 如果说 如果说你把它按照这个 素描的这种体积去画的话 咱们的这个画面呢 它就显得太过了 这块你们画出来了没有啊 同学们 画出来的同学可以来敲一个数字一号 好 稍微把镜头呢 再推远一点点 好的 自由如下 秋实 菠菜 菠菜 好的 坚持一下哈 今天我们稍微耽误大家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左侧这一块 我们远远紧 我们来稍微的淡一些 它可以稍微的高一点点 塑造的时候也是顶部偏实 底部偏虚 好的好的 底部你看要虚虚的 我们要稍微的给它擦一擦 中国画的一种空间 它很多时候呢 一些意向 它是通过留白来呈现的 留白呢它有时候就是云雾的感觉 它也是水的一种表现 比如下面的水是吧 它也是通过留白来表现出来的 那上面的云呢 它也是通过留白来体现的哈 远山的你就稍微的塑造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画的特别的繁复 好 你们画完了没有 画完了之后啊 春完了之后也是适当的擦一擦 适当的擦一下就行 远山的你就不要让它特 云雾特别明显了 直接留白就行 只有近景呢 我们会让这个云雾的感觉更加明显 远山它就形态都不会特别的明显了 对吧 这个画前应该是不会太难的哈 云咋画 首先是那个滋拉的这个云雾的 云雾的一个状态啊 拿张纸 这个云雾的感觉它边缘呢 它不会特别的整齐啊 它边缘不会特别的整齐 那你在画的时候 你要先擦啊 通过这种 我们擦的这边缘 它就不会整齐嘛 把这个云雾的感觉给它擦出来 你现在不会画没有关系哈 我们之前说过 刚刚说过 我们会在后面教大家画的 比如说像这个 云雾的形态 线条这么勾勒出来了 对吧 那我们就在这个线条的边缘上 就这样去擦 假如你知道它有这么一个形态 就是这样去擦的啊 在这比如说转角这块啊 你就可以擦的更重一些 好了 那画到这儿 现在我们开始来点胎点了哈 点胎点 点完胎点 我们就可以上颜色了 点在延时结构的转 这个山包这个位置啊 前面稍微点几个比较浓重 比较密集的点 包括后面的这个高山上啊 好 这几个点呢 比较明显 然后 在后面这一块 他们区分这一块呢 也是让他们带上一些 好 远山啊 我们再来点一点啊 远山 是不是大概这个也画出来了 远山呢 就适当的带上一点点就可以了 绝对不要多啊 不要多 好 你们画完了没有 同学们 我们要开始来这个 染颜色了哈 染颜色了 如果说有同学没有画完的同学 你就先不要着急染色 然后在课后呢 你看到回放自己染一下就行 好吧 那我们现在能跟上 跟上的同学啊 跟老师呢 就跟着老师呢 就一起来染一染就好了 染色很快 就用了我们颜色也很简单 啊 这个画面 你看我们的完整度 基本上就快出来了 底部呢 这块呢 适当的像擦上一些 淡淡的擦上一些 我们说跟云雾的边缘的 行接的一个感觉嘛 淡淡的带上一点点 好的 那现在这张画先画到这儿 然后啊 我们就要开始来染颜色了哈 先拿出褶石的这个颜色来 对 匀是用的很淡很淡的膜 先是用 整体上我们基本上每次用的时候 都是用的先干 然后再润 啊 这样的话同学们把握起来是最容易的啊 然后现在啊 加水啊 加水 然后来调和咱们的这个 褶石 然后这个褶石呢染哪啊 用的很淡的哈 你看老师这个碟子里边 然后是不是很清透啊 没有加墨啊 就淡淡的这样去染就行 染之前我们春擦过的地方啊 春擦过的地方 岩石的偏底部的位置啊 都用咱们的褶石去染 用笔呢 水分不要太大啊 稍微像带点像擦的那种感觉啊 因为如果你水分太大或者又太干的话 太干呢就干的特别快 你要水太大的话 一会儿啊 这个型它就跑了啊 现在就跑了啊 染在之前咱们春擦过的地方啊 这就是浅淡上去的一个表达 简简单单的加点点这个颜色在上面 好这块先画到这儿啊 为了不让它干啊 我们要上色的时候就要快一些 来加这个花青 然后呢来染它的颜色的一个顶部 现在你可以把笔洗干净或者换一只笔 加水 来调和咱们的花青色啊 你可以先淡啊 先淡也是 你先淡了通过步骤性去控制你的这个用量啊 然后顶部呢 我们用花青 它可以跟指示呢 有一定的这个交融啊 有一定的这个交融 你水分用的够了就不用点水了哈 好 它适当的可以一定的交融哈 没有关系 不要觉得它交融啊 感觉颜色就不太好 有时候画面当中啊 颜色之间啊 它有一定的偶然性呢 也挺好的 包括墨色也一样 咱们中国画之所以用这种深圈值 它来画的话 它其实就是在强调画面 这个墨色在纸张上 它有一定有一定的这种 我们说的偶然性的一种感觉嘛 它可能会表现出来 有一种不同的一种趣味 在画这些画的时候 现在我们还是偏视觉的在表现啊 比较中规中矩的去画一些画面 那其实真正的一式创作的时候呢 它往往是比较给你们主观的 当然这种主观 它是建立在专业的积累之上 然后呢 它有一定的观念性的一些趣味 然后再有一些 我们说实验性的一些探索 这样的画面呢 它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形式感呢 或者它的一些不同的审美价值啊 好前面这几块你看我们讲的第二遍 让它颜色稍微浓重一些哈 颜色上的浓淡的区分是不是就跟它体现出来了 好现在我们继续往下面闪 又再用刺实啊 再用刺实我们来讲颜时的一个偏底部的位置啊 可以稍微快一点点呢 同学们啊 不然的话它干的特别快 干了之后一会颜色它就有个痕迹 然后画青色 染在颜时的一个顶部 你可以先把第一遍染完了之后再来区分它们的一个浓淡 其实我们可能自己在下面画的时候 有的同学可能一遍自己都能把它区分开 这个很正常 但是你要把握好这个度啊 如果太颜色太这个对比太冲突太大的话 画面的影响画面的和谐和统一 如果颜色没有区分的话它会显得特别的平对吧 好这是前景 然后我们再来往左侧来染 染颜色的底部 稍微快一点点哦 就是染之前春擦过的地方哈 那越往后面走呢 颜色上你可以适当的再简单一些啊 那越往后面走呢 好表现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加水 染上这个花青这个颜色哈 后面呢都可以整体再淡一淡啊 再淡一点 因为整个画面呢 它是要有一个主次的一个区分 如果说整个画面都画的比较平的话 就我们现在追求的这种技法的表现呢 它是就显得画面会显得比较平均啊 有可能你们越往后面走啊 你们呢可能会进行到比较自由更为灵活的一些创作的时候呢 你可以追求画面不同的形式感的表达啊 那个时候你就很自由了啊 当然这个自由是建立在有一定的这个 我们说这个专业的范围之内 好前面这块也是相相对的浓重 我们给它染出来啊 对可以等着回放再染色啊 因为有的同学肯定多少有一定的这个没有画完呢 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在课后展这个颜色很简单 是不是 有同学跟我说 让我稍微把这个颜色讲一讲 其实我们浅降山学的用色呢 它是比较简单的哈 其实你第一遍会议了之后 后面你在画其他物体的时候啊 基本上都能就是旁立触通的感觉啊 因为浅降的这种表达嘛 它颜色用不了特别的繁复 也不会染的方法也不会特别的复杂啊 那我们比如说在画青绿山水的时候啊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接触到的时候 你花钱呢 就会相相对来讲繁复一点点啊 繁复一点点 好 折石 单单的折石染岩石的一个底部 之前我们擦的云雾那个位置呢 先留出来啊 有人用花镜来染啊 轻烟缭绕嘛 对吧 你要用用折石的话 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合适 可以明天交作业 好像但是我们的那个积分的兑换 今天是最后一天啊 就是如果你今天交的话呢 他可以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呢 还可以拿这个积分去兑换你们的那个奖品 对不对 那你可以先交一个局部啊 交一个你画的半成品也可以 然后老师跟你说了之后呢 你再去画也可以啊 所以今天晚上啊 最后一天 大家抓 抓紧好机会啊 好远山也是这样 淡淡的哈 淡淡的 你看这几个山石之间 它都会有颜色之间的区分 好 这个画出来之后 那我们远山这个画的就很简单了 大概把这个山头的一个形态给它画出来 啊 这一块呢 我们再给它画一块山头 整个是顶部呢偏重 那底部呢偏淡 顶部重 你稍微再加一点点颜色嘛 是吧 稍微加一点点颜色 重色 让它过渡一下 是不是就成了 这个远山是特别容易画的 好这一侧 在画的时候呢 这个颜色上呢 可以再一个让它区分的大一点点 可以再淡一点 没有加淡膜 这是没有加淡膜啊 因为我知道一加肯定同学 都好多同学就会觉得画面毁了 因为把握 把握不了这个度啊 我们先不加 后面我们再来加 好 远山是再来画一层啊 也是顶部偏浓一点 底部偏淡一些啊 轻烟缭绕对吧 在这个云木的地方 我们再用这个折势 这个花青色给它染出来 好这个花青呢 你现在可以再相对的浓一点点 相对你看还是比较淡的啊 你把这个树的叶子呢 跟它染一染 枝干啊 这个枝干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染啊 枝干用褶石啊 就这两种颜色 你通过层次上的区分 它也可以把颜色画得很丰富啊 好 用褶石哈 点颗树 我们都用褶石来表达 不要讲的太超出去了哈 然后房顶呢 我们也用褶石给它攒上啊 相对浓稠一点点 这个时候就让它最浓的褶石 就在房顶这里了 是不是啊 好这一块 你看这几个房顶 它都有浓淡的一个区分 表演出来了 对吧 那我们今天这张画呢 基本上就画完了 同学们你们画完了吗 希望你们啊 今天这节课啊 都有所收获 我们刚开始第一节课 多少可能还有同学呢 觉得有点难 有点难 对吧 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每一期课 哪一期课都是这样 这是第一节课的同学啊 是第一节课是最不习惯的哈 你稍微的去接触接触 你就会慢慢的 慢慢的这个适应了 对稍微可以买一点指针 贵一点点的哈 买宣纸呢 我们至少要用手工的啊 不能用机器的 因为机器的画出来效果 它不是那么回事啊 好 其实像这个地方加这个水槽啊 这个就你们就自己去加行吧 因为我这个一染了 它就没干 这个呢就是几笔 调几笔 加强画面的一种 我们说的一种 就是书密的一个关系 跟胎点的作用差不了太多 现在开始咱们的答疑时间 同学们开始提问吧 在这课你们可以说一下 你们的一个感受啊 树叶是用的花青 树干用的折石 今天我们整个画面 今天就用的花青蛇是两种颜色啊 怎么区分手工机器 机器的一个是他在买的时候肯定会标明 再一个呢就是机器的纸上啊 它的那个金尾线 就是那个纸的纹路上面是横竖这个线 对吧 机器生产的那个特别明显啊 再一个呢它价格特别便宜啊 再一个呢就是特别硬 啊 手工生产的呢 那个纸呢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我们说的一种质感的 它稍微有啊 古朴一点点啊 这个纸摸起来 它这些上 我们可以说是粗糙啊 简直来说粗糙 但是那个纸里边 它的藤皮啊 棉料啊等等 它会显得更多一些啊 云屋好难画 这个没有关系啊 第一节课我们并不教大家画这个云屋啊 因为我们在画面的需要的略微的加了一点点 我整个过程都在看调色 呃 调颜色的问题是吗 啊这个很 这个你如果没听懂的话 下几课我再给你讲啊 毛笔为啥老开刹 也可能保管不太好 再一个呢就是水分没把握好 哪里落款 右上角这块 空旷的空旷的地方 那我觉得都是机器的啊 当然这个经纬线 有可能你要你要相互比较 你才能这个更加明显啊 远上的塑造还不会画残了 没关系啊 我们还会给大家讲到的 用这种笼根笔 为什么画不出感觉来啊 刚开始画嘛 肯定有可能 后面细节太快啊 那下这个我们再注意一下啊 课后可以再看一下回放 看一下回放啊 画的后面可能多少觉得一点累 像这个调色有点像基础课 跟哪个课没有关系啊 只要用看怎么画怎么去表现 云有规律吗 首先是形态 再一个呢 是它的一种虚实的一个感觉啊 原物太快 原物因为这没怎么表达 就擦了两下啊 长匹马画不好 越画越乱啊 长匹马不画不好是吧 那现在老师给大家再讲一下 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长匹马 有同学说还画不好 对不对 大概来说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呢 先画一个山峰的一个造型 画一个先峰的造型 山峰的造型 啊大概有些山头对吧 啊 然后旁边呢 有一种错了交叠的一个小结构 里边呢 我们也跟它错了交叠一块 对吧 那我们画的时候呢 是实入虚出对吧 长匹马啊 从上往下 对吧 这样去塑造的实入虚出 它就慢慢画就会越来越枯着啊 线条就会越来越枯着 就是实入虚出嘛 就是入笔的地方要重一点点 就往后面画呢 它就要大一点点啊 没有虚入实处的感觉 就是用笔的时候轻轻入 然后收笔的时候重 实入呢 就是入笔重 收笔轻 大体的感觉是这样啊 树上什么颜色 树叶上花青 树干上折石 春擦没有线条 春的时候是线条 擦的时候呢 是比较快面的这种测风 这样直接去擦就行啊 比较干比较淡 很多同学可能都有没有消化 但是至少听懂了老师讲的 但是呢 这个什么说 你在课后再去巩固再去听 你没听懂的地方就可以了啊 左边的山石怎么看着要主导式的 你的参考的方向不一样啊 原稿发一下啊 原稿 你说的是刚画的这个吗 好了 今天咱们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了哈 9点20 今天我们耽误的时间比较长哈 以后我会把这个时间再照顾一下哈 因为第一节课 我们肯定是要这个稍微的慢一点 同学们多少有一定的疑问 这个很正常啊 不一定要拨文 但是带一点的波折 你要注意线条的表现性 线条的表现性呢 我们说长短枯湿曲直等等 你这样去画啊 他就能表现到这种层次感呢 节奏感呢会更丰富 画进展几遍 只要浓淡对比出来之后就可以啊 整体的画面统一就行 好吧 那今天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宝宝们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第一节课肯定很累 我理解大家 但是希望同学们都坚持好不好 那祝大家今天晚上能交作业的交作业吧 然后呢我会去看大家画的一个作品 呃然后再一个再一个什么呢 我们下一个再见 啊好今天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宝宝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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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提交作业哦 提交作业哦 五个 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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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周